星期二由民政部门 民政局各区公所业务报告及咨询 二 今天的市政府单位没有人请假 三 现在本席宣布今天的议会正式开始 先请我们的民政局长做业务报告 主席议会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今天是进行民政部门的业务报告与咨询 先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本局 还有我们37区区公所的各位局长 先从我们局内的同仁先跟大会来做介绍 我们副局长戴凤隆戴副局长 陈仲杰 陈主密 日行政科杨科长 区理行政科陈科长 宗教礼俗科黄科长 生命事业科业科长 殡葬管理所郭所长 陈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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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各区的区长 我們新營區張區長 鹽水區莊區長 白河區潭區長 有營區李區長 後壁區魏區長 東山區董區長 麻豆區林區長 夏營區江區長 六甲區蔡區長 冠田區鹽區長 大內區李區長 家裡區黃區長 學甲區邱區長 西港區陳區長 七谷區莊區長 將軍區陳區長 還有北門區曾區長 永康區王區長 新化區鄭區長 山化區李區長 新市區邱區長 還有安定區柳區長 站上區漁區長 玉井區張區長 隆崎區蕭區長 還有南西區 南西區蕭區長 南化區紅區長 左鎮區李區長 關廟區王區長 後面是仁德區郭區長 我們規人區陳區長 中西區陳區長 東區吳區長 安定區 南區租區長 北區謝區長 安南區 延區長 還有安平區賴區長 以上是我們本局 所有的幹部 還有我們37區區區長 以下就我們局裡面 在去年的8月1號到今年的4月底為止 各項的工作 來跟貴會來做報告 我們先就這個業務來部分 我們在去年也因應登格樂的疫情的狀況 我們積極的輔導 我們37區做好空地空汙的列管跟管理 全面的資料我們都在本府的open data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也請大家可以來看 我們在也輔導任養這些空地的部分來進行綠美化 總計有69塊 10.9公頃的面積任養做這個空地 綠美化的部分有49塊的土地 停車場的部分有17比 運動場的部分有3比 那在調解跟這個法律諮詢的部分呢 我們也除了平常的調解業務以外 我們也積極的做市民的這個法律諮詢的服務 那總計有5,414件 那就里活動中心的活化的部分 除了我們過去積極的輔導 市民學院跟這個 各里活動中心藝術季以外 我們在配合第二官方語的部分 我們也結合市民學院的部分 要搭配開辦國際語言的這個班別 那我們總計也開辦了102班 2500多位的學員來參加 那今年的這個里活動中心藝術季的部分呢 我們也預計在今年的7月2號到8月28號來辦理 那今年我們會特別在規劃在開幕的時候 會有這個耳目一新的這個活動中心藝術季的開幕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指教 那有關於我們對於基層建設的改善的部分 那從去年的8月份一直到今年的4月底為止 那我們總計也和針對於道路 辦公廳設 里內的廣播系統 還有內部的這個設施等等 總共核定了166件 5774萬余元 那就里活動中心的興建修善跟備案的部分 我們總計有125件 4212萬余元 那就驅離行政的這個業務來 來跟貴會報告 我們就市容查報的部分呢 我們在去年 在整個這一季裡面 我們總共查報了2萬8千多件 那執行率也達成了 完成的部分有2萬6千多件 達成率有3.1% 那也加強跟地方之間的這個溝通的部分 我們今年度也根據過去 每一年度都會辦理的驅離座談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 特別因應登革樂的疫情的部分 來做提早的辦理 所以今年從本年度的3月3號開始 一直到這個禮拜 我們會將今年的18場的驅離座談 完成報告 那這些驅離座談的部分 今年我們將登革樂的這個報告 作為重點的內容 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讓所有我們的各區區公所的這個同仁 還有各位里長都可以充分的了解 登革樂防疫的這個工作 應該如何來落實 那在會議中所有的建議的案件 我們也都納入本府的這個研考的系統裡面 來去做追蹤跟列管 那我們也一樣持續辦理區長會議 那今年度的部分 我們也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辦理了五場的區長會議 那也因應在區長會議中 由各位區長去提出各區的建議 跟改善的方案 那有關於里領長的這個福利的事項的部分 辦理領長死亡慰問金的部分 從去年的8月一直到今年為止 總計有366件 那里長福利付助金的補助的部分 總共有96件 那在推 目前我們也積極的輔導我們各區 來建制這個英文網頁的部分 所以已經完成37區的公所 都已經完成英文網頁的上架 那宗教禮俗業務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11月1號的時候 在齊美博物館舉辦愛念健康 千情談談的聯合集團結婚 那過去年是首次跟齊美博物館 充分的來合作 利用博物館前的這個廣場 那整個活動辦理下來 深受這個年輕這些朋友的喜愛 那也跟館方的方面 也已經達成共識 在今年度的部分 也會持續在齊美博物館之前 前面的廣場 來繼續辦理聯合集團結婚 那我相信這一個可以增加 這個市民朋友對於集團結婚的一個喜歡 那第二個是 有關於我們對於宗教團體的表揚的部分 那我們既表揚了這個內政部的獎項 有36個單位 市府的獎項有45個單位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宗教優質化的部分 這幾年的這個跟宗教團體的配合 所以我們也對於寺廟優質化的 這個卓著的寺廟團體 我們也表揚了十所 那就生命事業跟殯葬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南區的殯儀館的庭舊師的部分 跟南區火化廠的屋頂漏水工程 我們也都在積極的辦理 那柳營火化廠的第二期的防漏水 跟納古塔的遮雨棚工程 也跟遺體的動櫃的更新 我們也都在積極的辦理中 那包括大內區的納古塔 一樓再增加這個儲藏室 仁德的尊州公墓的排樓的改善 六甲區興建的電信工程等等 來改善整個殯葬設施的部分 那今年針對新雲火化廠 跟柳營火化廠的這個 火化爐具的這個空氣污染的防治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整個設備的更新跟維修的部分 那另外針對在今年0206所發生的這個震災 那感謝我們三個工會 台湾市這個殯葬禮儀工會 還有大台南直轄市的這個殯葬禮儀工會 還有中華民國聯合會等等三個工會 在這一次0206來全力協助市府 我們生命事業科跟殯葬管理所 辦理所有罹難者的這個傷葬的事宜 那這三個工會呢也全力的來協助 讓整個這個有關的事宜可以辦理得非常的順利 那有關於在0206這個殯葬設施的損壞的部分 我們總計有17區22處的這個殯葬設施受到受損 那包括20座的納固塔 兩座的公墓兩椅兩艇受損壞 那這些我們都已經做為這個列管跟除 那包括骨灰骸罐的損壞 還有那股櫃的這個櫃體的損壞等等 那骨灰骸的部分的損壞總共有12座 682個骨灰骸罐破損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各區都已經來完成這個協助家屬 來把它做好這個安置 那另外那股櫃櫃櫃的部分呢 我們在有14座的那股櫃櫃櫃受到損壞 我們已經來積極的來協助這幾個區 警數來做處理 那對於這個處理櫃櫃的骨灰安置的部分 我們除了請各區區公所都在第一時間 逐一的確實通知到家屬 那也拍照存證協助家屬緊急做安置的部分 那也辦理各區先人的這個骨灰安置的說明會 那由各區他們也都面對面的跟這個先人的家屬 說明整個處置的作為 那也輔導各區辦理這個我們重新安置先人骨灰海的 這個骨灰跟骨灰海的這個安置的法會 那也在這個有關於五組的部分呢 也協助來撒盡在這個青草倫公墓等等 那就護證業務的部分呢 我們在新闢的道路命名的部分有六條道路 包括有104年11月2號核定的這個安然區護證事務所 辦理的幾條道路的命名 安然區護證事務所也辦理的這個 新順西街、新順1235街更名為新宅路 跟新宅12356街等等 就這些來做辦理 那就兵役業務的部分 我們在104年度的下半年 辦理三合一綜合匯報的時候 這三合一包括有動員、戰中、災訪等會議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特別榮獲了行政院的這個特優的獎項 在國軍協助的部分呢 我們也配合農業局跟相關的局處 作為這個協助我們各區民眾在這個災害防治的上面 還有這個天然災害的部分 包括我們在1月含害的時候 協助來協調國軍 協助我們這個養殖業者 來做這些魚體的這個移除的部分 那也幫助我們的這個居民 來做一些辦理消毒跟清運的部分 那另外也完成了今年度萬安39號演習的部分 那畢業後勤的業務 我們在今年度 更續在前年開始辦理的這個設造替代液的部分 我們總計在今年甄選了34名 具有這個產品設計、土木工程、建築、景觀 都市規劃、園藝、觀光休閒等這些專場的藝覽 那投入到我們安平、新化、安定、西港、散化等區 來做設造的工作 那跟貴會來說明 這個設造替代液的部分 目前是只有我們台湾市 特別跟議政署去申請專案的部分 那我們才能在就這樣的一個專案 去申請到專場的替代液 來協助本市辦理我們各區的這個設造工作 那以上是我們民政局的這個 在本季的這個工作報告 以上說明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好 現在依據我們本會議員執行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業務質詢時 各該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委員一 議員登記順序質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諮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諮詢時間為5分鐘 如該委員議員於第二輪中才到場 主席應該給該委員會議員優先 於下一位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登記順序每一位議員 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以上 第一位質詢 陳怡正議員請 10分鐘 謝謝主席 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其實看你的報告當中 可以看到說其實 所有關於這個護證業務的 洋洋傻傻其實列出了最多項 那其實也可以看出 這個護證事務所他們業務的 繁重跟繁忙程度 可見一般從你的報告前面看得出來 其實用了最多的篇幅 在闡述關於這個他們護證的業務 現在包括辦護照啊 當然身份證不用說 護照等等很多業務都其實要到 護證事務所來就可以做很方便 那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一個護證事務所的人員 平均他一年下來 他一個人 他要辦多少件的案件 以本事來講 因為這個每個區 每個區的護證事務所的狀況 不盡相同 那也會 我們在這幾年的觀察裡面發現 就數字來看 會有城鄉的差異 那月都會的話 或是說 所有的均數來看 大概一個人平均 有沒有統計過嗎 我請護證科莊科長來做 沒關係 科長你請坐 我這邊有一個數字 這是103年的數字 一個人 一個護證事務所的人員 他平均他是要辦理 3075件案件 這是一個人的平均數 然後我們有37區裡面 有大概 局長你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區的比例 你覺得會超過這個數字 主要集中是在這個 六區然後永康、仁德 這幾個區 是這個數量比較多的 這個剛剛跟議員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從數字上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跨區服務的部分 越來越多、越來越開放 就是為了要讓市民朋友 可以非常的便民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業務 都可以跨區的做服務 所以相對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 他跟他的工作地點 工作地點就產生了很大關係 所以他會利用這個 比較方便的時間上 就可以就進去辦理 所以就會有集中化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其實大概這37區裡面 有13個區的這個護證事務所 他的處理案件量 每個人處理案件量 是高於這個數字 那其中有三個區 包括安平區 我這個是以103年的數字來看 其中安平區、北區、仁德區 這三個護證 一個人平均大概處理 都要處理到4000件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護證事務所的 這個人力的部分 也在有一些 做一些檢討 那局長你記得我去年問過你這個問題嗎 是 我想我去年問過你說 大概有討論這個問題 大概這5年多來 到現在進入第6年 一起都有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要做一個 組織的改造 人力的調整 那到底這個進度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組織改造的部分 在府內 會有一個這個組織改造的小組 所以我們任何的改造方案 也要提送到小組裡面去做審查 那我們在去年這個計畫 就已經送到小組裡面去 再做審查 那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都還要在小組裡面 去做這個完成審查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等到這個小組完成之後 我們會積極來這個 我想去年到現在 其實又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們在進度上 我們進度上必須要配合 配合這個府內的這個 組織改造的小組來做處理 時間上要跟得上這個 這個整個業務調整的狀況 其實除了市府內部的這個檢討以外 我們在每一年的這個 全國的民政首長會議裡面 我們也曾經去建議過內政部 也希望內政部就 因為有很多額外的業務 不斷的加到跨部會的部分 那比如說剛剛議員提到的 這個護照親辦的這個 人別辨識的人別辨識的部分 其實這個都從其他部會裡面 加到護證事務所 可是對於這個人力 或者行政的這個經費上 其他部會並沒有來支援我們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 對 就一直加租在護證的身上 這個等於我們增加了業務 可是其他部會 所以等於他的業務減少 那相對的能力應該要來撥復到 做一些整體的能力的調整 也沒有撥復下來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 我都有在這個 對 我想這個是長遠來看 我們希望內政部在未來 其他部會你要編 你要挪業務來 你要給我們人員來做 我們同時 我們願意來讓市民去感到更便利 可是相對的內政部未來 在辦理這些跨部會的業務承接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這一個部分 人力的問題 不要全部都覺得這個很方便 都往這邊丟 不能說 我們所有當年 大家都願意這樣做 也協助 結果你們各部會都覺得 大家都丟過來 全部都丟過來 結果導致一個人 可能他一年下來要處理四千多件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數字 這個外交部的這個行政資源的經費呢 那還曾經考慮要把它減少 所以我們就具體力爭 這個不應該 外交部不應該把業務合播出來之後 還要將經費 還要減少 對對對 因為你已經把你的原來 是你應該該辦的事項 那我們已經協助讓市民 讓全國的民眾可以便利的 結果把這些責任跟負擔加注 在這個我們護政同仁身上的時候 你卻又將行政資源的費用 又要把它減少掉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合理 也無法接受 那我想這是中央的問題 這個是更長遠的整個 你未來要撥附一些業務 你相關的人員要怎麼去調整 我想這個中央應該要去做 那地方其實就是會發現說 有些明明業務很多 人卻很少 有些業務沒有這麼多 但人卻比較多 那造成一些人力上的調配 不過也要跟議員說明一下 造成這些第一線工作人員 其實很辛苦 因為就護所的業務量 因為他都是這個非常清楚 都是用可以很清楚的 用量化的方式去計算出來 每位同仁的這個量化的數量 那因為他都是這個申辦的案件 所以他的這個量件數都很容易 很明顯 所以他的是以量化很清楚的工作 那現在這個整個電腦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現在的同仁其實辦理的狀況跟過往 其實是也有一些這個差異 過去手寫的部分也很多 現在變民的部分 當然會更簡便 只是說我想 比較繁忙的護震 比較多民眾可能比較容易到的護震 也要不就是比較多 他就是應該要多一些人 而且這影響的其實就是民眾的等待 是 局長你知道像比如說 人口數最多的永康區 他平均常常民眾一去 他那個等待人數是多少人 其實只要正常的狀況 20 30 40都有 跟議員說明 其實正常的狀況下 其實包括像永康護所 應該等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利用 這個時間中午的時候 我會去看 那等待的時間 應該都不至於像議員所提的 那曾經只有在前年的時候 前年過完年之後 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 那個時候因為內政部護政司 做整個電腦化的系統的更換 只有那一次造成我們幾個 重大的重要的護所 都造成了這個排隊的現象 那那個時候我們也感謝我們的護政同仁 其實我們各所之間也互相的支援協助 那就做了一些應應的措施 包括請民眾先收件 那我們幫他辦完之後 再親自把件送回到他的這個住所 或是他願意來領件 剛好有些案件量很多的時候 這個我們都一直在做一些檢討 那當然這個人力的部分 絕對是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多人 人口數多 或者是比較多民眾去的地方 他應該就是多一點人力 趕快把業務消化掉 不要讓民眾等很久 提升服務的效能 我想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已經縣市合併到現在有一段時間了 那其實這個調整應該是非常即時的 所以我想還是期待局長這邊 盡快 我想當然這不在於你 組織人力可能也是要看上面的進度 但是我想這是基層的新生局長 也要幫忙反應上去 希望能夠盡快的做一個調整 然後讓這些人力 都能夠有一個更合理的分配 那我剛才又看了一下 我們這個37區的區長 局長那個女性的區長有幾位 再多一分鐘那 七位 七位 局長 女性的區長有七位 比例這樣子 局長覺得怎麼樣 七位 七位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吧 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吧 我們請我們可愛的女區長 站起來一下好了 數字比較好酸 有七位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位 好區長幫我請坐 這個比例怎麼樣 市長覺得這個比例 我們當然 部分完全都沒有去做任何的這個 好涼啦 對對對 那很自然而然的 其實我相信 以現有的七位女性 當然大家期待的是 可以讓女性在職場上的表現 我相信是讓她更自然的去表現出來 這個我要特別 那我們在提拔這個女性區長的時候 其實也都不會去做任何性別的考量 以能力為考量 跟性別無關 那只是剛好現在就是男性區長比較多 那也是提醒局長 我想我們那個小一內閣 有被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女性的比例比較低一點點 那我們也期待我們優秀的女性能夠有 我們區長的比例應該是比新內閣女性的比例還高 有比新內閣高 對肯定局長啦 但是我想可以再努力加強啦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下一位是郭國一議員請十分鐘 那個局長恭喜你 你對女性的重視 遠遠超過林全林院長 我想首先我是抱感陽的心情 來對今天的業務質詢提出 首先要感謝那個陳局長 在我議員的任內 協助我那些服案件的處理 那同時也很感謝許許多多的區長 不論是男性或女性 他對我的服案件的照顧 也期望我議員卸任之後 還有一些案件沒有完成 請大家繼續多多幫忙 那除此之外 我想我在上一屆的時候 到這一屆的時候 有一些民政上的議題 陸陸續續都有一些關心 那因為這一屆的議會 比較特殊 所以說有一些議題 沒有辦法嚴慣性的去關心 所以後面呢 趁今天最後一次的 向陳局長來救教相關的議題 我其實一直很關心行政區法法的問題 據你所理解行政區法法 如果在馬政府時代沒有通過的話 在蔡英文林權院長所租成的新內閣 會不會可能會犯為優先法案 我希望這個新內閣能重視這幾個優先法案的部分 第一個行政區法法 因為這個內政部在過往 在回答過去的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的質詢裡面 內政部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那在這一次今年4月初的 這個全國民政首長會議的時候 我們再度的提出 那內政部當場也再度的這個說明過 就六都的部分 未來任何的這個區域行政區的調整 都一定要等到行政區法法的通過 所以我們真是 那有一個時間點嗎 是 我也在會中 我在會中提醒了內政部 我很嚴正的提醒內政部 一定要重視這個時程 如果在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 如果沒有把它列為優先法案通過 就會影響到已經合併兩屆的直下室 兩屆已經第二屆了 這應該是深格三法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法 最晚 我跟他提到 最晚最晚 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會期 如果再沒有通過 那這一 我就可以說 在這一屆 有再度的無法去完成這個行政區法 所以行政區法法 如果簡單的講 在下半年 如果沒有在立法院三屆通過的話 基本上 相關的地方 政府 要搭配 他所有後續的作業都來不及了 所以 也就是說行政區法法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很有可能 在深格兩屆之後的直下室 就沒有辦法落實 我跟議員說明 感謝議員 對於國議員 一直對這個議題 一直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在這一任 第二任 開始 我們本局就開始整個起動 可是那個局長你可以告訴我 問題是點在哪裡嗎 為什麼會延當之進 之前 之前 內政部對於這個版本上面 在立法院一直 這個朝野立委 對於版本的這個意見 那一直退回到 這個行政院跟內政部來 那內政部在最近呢 我看也已經綜合了地方的意見 又再度的彙整地方的意見 那我們希望內政部真的 可以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趕快送到 在新政府在520開始之後 在這個警述送到院會裡面 通過在這個送立法院來做審議 那也希望這個執政黨團 在立法院黨團裡面 把這個行政區法法 列為優先法案來做審查 對這個行政區法法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們不在這邊退訴 但它連同後續的選區的這個劃分 都會有一些影響 甚至理營的這一種調整 都會連帶有關係 我想基本上 我們市府這邊應該也早已有所籌備 一旦法通過之後 應該可以馬上立即接軌 我們的作業都從去年就開始 做各項的準備 也就是說市府已經stand by很久了 但是呢中央的法令一直遲遲沒有通過 只要法規一通過 我們所有的程序都可以馬上立 一定有把握在這一屆任內裡頭 下半年如果完成 只要在今年它能完成審查 我們就有信心可以完成 好的 那個局長 我想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說假設區法法能夠一併通過的話 我想本席在這邊再提醒一件事情 過往非常關心 那個一路多民 或一民多入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事實的話解 這個我們也會一併 這個也在我們一併會在未來 行政區化作業的同時 這個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納入以頭來變處理 因為我們在所有行政區化的工作裡面 就必其功於一義嘛 包括區界 有一些區界其實零零亂亂的 那包括入民的部分 這些都是綜合在整個行政區做調整的時候 到三個月還有人在問我說 永康為什麼有小北路 然後北區為什麼還有小北路 其實包括入民 包括學校的校民 其實都有一些重複 包括入民的部分 這個像仁德區有文賢路 北區也有文賢路 沒有錯 一堆啦 永康區有勝利路 東區也有勝利路 北區也有勝利路 重複性非常的高啦 我想這個部分就有賴局長 那另外一個部分 是一個 算起來 不是一個新的議題 但是呢 卻是別的直轄是都做了 我想說這個機會呢 趁這個機會提醒到陳局長 也提醒一下郭所長 就有關於這個電子晚齡的部分 昨天真的用的 高雄市政府 明正局它的估算 高雄市它每年用掉的 傳統晚年大概有4萬5千丈 總共的長度大概83公里 換成垃圾量的噸數是20公噸 然後到估計電子晚年執行之後呢 就減少了二氧化湯大概4.5噸左右 那以照目前為止 局長我找到了資料 台北市的部分 它是把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禁用這個傳統的晚聯 新北市的部分在2012的時候 就已經試辦電子晚聯 甚至到2016 2012的時候用電子晚聯 2016的時候又要用電子復穩 那桃園市的部分呢 基本上在2015的時候 就設有電子晚聯的設備 台中市2016的時候 把台中殯儀館 它升格為生命禮儀管理處 那也對外宣誓說 電子晚聯要作為創新的服務項目之一 在隔壁的高雄 2015的時候 兩座的這一個禮儀廳已經試辦 聽說民眾反應都相當的好 那2016的時候 1月說要全面採用電子晚聯 但是不會禁止商家使用傳統晚聯 我不知道局長就這個部分 我們台南是後續會不會做什麼樣的 進一步的努力或推廣 是 我想晚聯變革成電子晚聯 可能是現在在台灣的一個趨勢 不過我也希望這個從晚聯 升格為電子晚聯的這個過程 那也同時去改變我們殯葬禮儀的一些疑點的制度 那我們希望它能更升格化 因為譬如說像現在晚聯 其實這個使用量確實如同郭議員所提的 真的是非常的大量 那其實我們在轉換成電子晚聯的時候 也希望 不是 因為其實電子晚聯也是另外一種 這個能源的使用 其實是轉換成另外一種能源的使用 但是相對性哪一個比較節能 對 我們也希望同時再做到可以更減量 那我們也會搭配啦 因為我們現在殯儀館的部分的內部裝修 其實是非常的老舊 等於裡面其實基本上早期設置的時候 是無所謂的內部裝修 那我們今年度已經折成這個冰藏管理所 就未來可以來提升這個 我們殯儀館內的聽 理聽的部分的這個升級 那我們希望他們現在在進行 我們也會 我們會也來逐步來做 那在做理聽升級的同時 我們就會來推動同時搭配 內部不再有這個完顏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會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我想理聽升級的部分 有包括組織編制的一個升格嗎 那個郭所長 就理聽的這個硬體設備的提升 那我請教一下郭所長 這個部分在未來的規劃上面的設施 有沒有可能做更新或調整 報告議員 我們是有編列 明年106年度的預算 106年度的預算 各理聽等並讓設施 因為局長指示要升級 要做全面的裝潢 還有讓他換藍衣 所以連同這一個部分的電子碗 你的部分也會納入囉 電子碗連目前沒有 可是這個設備上 有沒有可能在明年的部分 更新項目列入其中之一 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 局長 這要想一個辦法來嗎 把他歸納在這個更新的時候 同時把他歸納進來 放進去嘛 放進去 好 下一位是邱莉莉議員 10分鐘 謝謝主席 把你放中 不然就要休息了 局長 你剛才要三次 才沒有三次 我時間還要你坐 我感恩 你沒有跟局長 我都感恩 那個我們現在台南市 有區理活動中心的總共有多少 理活動中心 理活動中心的部分有344所 344所 那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活動中心 收回各區公所管理使用 你覺得他的使用率有比以前還高 然後他的等於是說 他的營收有辦法支付他的水電費嗎 還是以前還沒收回來的時候比較好 跟議員說明 整體來講使用率都有提高 不管原來的都會區或是 偏鄉的部分 整體的使用率都有提高 那你知道為什麼現在整體使用率偏高嗎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整體使用率偏高 你現在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他整體的使用率會偏高 我覺得每個活動中心的狀況不盡相同 所以這個 因為斑別現在市民的需求 其實需要這個到活動中心去學習的各項 其實我們都有在做搭配來做提升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南市啊 也許別的縣市也是一樣的理活動中心啊 我只能有說四個字 行理如意 為什麼叫行理如意 我們走去搭配 我們就去用一個市民學院 那市民學院呢之後呢 現在又社會局又弄一個社區關懷據點 所以呢有社區關懷據點 有市民學院 這叫做打基礎 這個叫基礎班啊 再來就是欸你又怕糖料這市民學院沒有可以驗收成果 所以來個藝術季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些藝術季很多事實上都不是李明的 都不是李明自己在市民學院拿到的成績 有時候李長都要去拜託 還是姑娘去拜託說 我們李來這個李來 敢有什麼人是類似美術老師 或是他有一些畫畫班啊 書法班啊什麼的 或是找來了社區媽媽來跳舞 然後行理如意的 把藝術季的活動全部辦完以後 這樣叫做 就是放在我們這個工作報告 旅活動中心活化再利用 真的是行理如意啊 您就您個人 我感覺你也是你最先的 局長不是那種一般的官僚體制出來的 你認為這樣的李活動中心的活化 是真正的活化 還是像我說的行理如意 跟議員說明 那我們其實在像以市民學院來講 我們從去年開始逐步的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中心如果已經起來了 他已經自己其實頒別 在這個李裡面已經辦得很好的 我們市民學院我們就不再做協助 應該我們就會去協助其他活動中心辦的不好 我們會轉向到那邊去 那活動中心藝術季確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以鼓勵他要來增加活動的性質來推動的 那我們在去年也同時去輔導我們37區 因為計畫提出來的時候我們一看到 像如同議員所提的狀況 我們都退回去 我們都在輔導公所民政課跟承辦同仁 就怎麼來讓這個藝術季的活動可以吸引李平 不好意思我幫你打擦啦 事實上你應該請37個區公所的區長去做一個統整 我們的市民學院所有的禮活動中心裡面 市民學院裡面該禮參與的民眾有多少 你要把那個百分比拿出來 你知道台南市中西區有很多大型的外黨中心 現在變成桌球場 整個將近百坪的這個所謂的活動中心的那個建地 那個面積全部都讓外面的球隊把它認養了 然後我那一天叫他把那個名冊讓我看一下 別說啦 當那裡的禮民有幾個百分比啊 連中西七的禮民的百分比都不夠 這個算是李馮仲中心的精神嗎 什麼叫做社區化 什麼叫做社區主流化 就是希望我們公部門的觀色 他設下來是為了社區化 未來可能做日照中心 做老人的這個所謂的文康中心 做當地的托兒 或者甚至於這個所謂的老人餐飲 因為未來長照十年 長期照護法裡面 不是只有照顧老人耶 他是失能六個月以上的民眾 都是屬於我們長照法裡面的服務範圍之內 那每個人在喊落實社區化的過程裡面 你現在的外面中心都在那裡打球 都在那裡跳舞 都在那裡唱卡拉OK 這個像話嗎 那我們為了養這些活動中心 我們不得不把它外包出去 然後讓這一些的租金來支應我們的水電 可是在這樣子的過程裡 到底在活動中心存在是 我們納稅人的錢 我們納稅人的錢 你們大家都有交到水金 我們去一間 去一間房子 讓人有興趣 有單向興趣的人 去那邊做活動 這個就已經是失去了活動中心的意義 然後為了怕人家講話 才會在每一期每一期裡面 弄一個藝術劑也好 弄一個市民學院的這個叫做成果發表也好 來讓這一些活動合理化 您覺得呢 這像話嗎 其實我們就活動中心的活化的部分 其實除了剛剛議員指教的這兩項 那我們也其實就內容 一直在補導我們37區 讓它可以更優質 那其實我們也再另外再思考 其實我們很清楚活動中心使用率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我個人還是認為 像盧鴻議員講的 其實整體里民的使用率還是偏低 那尤其是這個活動中心 會到活動中心的還是固定的里民 我們希望活動中心真的是可以讓整個內容上 不管是在這個斑別也好 或是硬體的設施也好 我們也都一直在思考 怎麼讓它可以讓更多的里民可以進來 您剛剛講的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真的固定人在去 卡拉OK班 譬如說我邱莉莉 我參加了文賢里卡拉OK班 我又參加了民權里的卡拉OK班 我又參加了郡王里的卡拉OK班 所以我一個禮拜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用非常便宜的價格我去參加了好多里 我覺得這個已經失去了活動中心的精神 那既然我們現在已經升格做直轄室 我希望局長您把37區的局長集合起來 從我們各區裡裡面的里活動中心全部挑出來 你們自己去想想看真正參與的里民有多少 或是都做給外面的人在跳舞 打球 唱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建議台南市所有里活動中心全部都收回 不會不會 那也是錢 因為沒意思嘛 沒意思嘛 那你要去活化 就變成說你要去想盡辦法 繳盡腦汁來做一個怎麼講 做交代就好了 我看副局長有給你資料 你要講嗎 那是什麼 我們目前這幾年其實各區裡面活動中心 有引誼的有五個區 那我們這五個區的引誼的部分 我們也都回播回去 只要它有引誼 我們都回播回去給各區 他們各離可以再做活動 所以我們這幾年 雖然我們在其他區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協助過去使用率低 但是我們現在雖然 我們還要來協助支應水電費 可是我們希望它慢慢的可以起來 那使用率能提高之後 真的可以輔導到各區 可以逐步的往這個有引誼的狀況來做出 局長 我希望我們未來社區化的里活動中心 能夠搭配長期照顧服務法的使用 因為它不只是日間服務 第二個它有喘息服務 就是說讓家人如果他剛好要出去辦事情 他可以把家裡的這個失能的人 送到我們的活動中心 透過社工短時間 例如三四點鐘的照顧也好 讓他可以處理辦事 再來就是老人餐飲 我覺得我們要整個的去重整 然後去檢查 不是說 譬如我拍空在那 我就做給人打球 做給人跳舞 做給人創三回 都是這些人在輪來輪去 活動中心變成行李如矣 局長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的 請 nationalist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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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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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 感谢观看 但是為什麼呢 民眾 如果知道有市民卡的民眾 都跟本市歡迎說 辦一項市民卡要百億元 不要辦 教議員說明 這張卡百億元其實我們已經 因為所有的電子卡都要成本 所以真的要給市民了解 因為一般我們去這個幼兒卡 也是一樣 要這個金額 我們目前到業者之間 我們是希望這個百億元 裡面是都有 頂域有回饋二十元的限制在裡面 所以頂域是出一百元 一般卡平其實是要二百至二百五十 所以我們這個市民卡 我要讓大家知道 這頂市民卡會有多少優惠 包括最近我們的交通局 為了要鼓勵我們的市民 用台南市市民卡 你如果用市民卡 坐公車是半價 市區的公車是半價 其實上一站 甚至也有百會公司跟我們合作 用我們的市民卡 進去他們的停車場 是免費停車 不然你進去要消費 嘛 有很多百會公司是規定說 你要消費五百 停三點鐘 一清一點鐘 拿我們的市民卡 我們也有跟百會公司合作 拿我們的市民卡 進去可以免費 包括我們這頂市民卡 其實到我們 你現在辦這頂市民卡 你就不用再去文化局 道書館裡面去辦 這個書證 你可以直接 拿這頂市民卡 去道書館的時候 我們可以專門做 做這個政策 所以這都對我們的市民 有很大 生活上的便利性 方便啦 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 時事所趨 因為 這種電子 大長 我知道 你 在發行市民卡 這個政策是利益良善 沒有市民 引動我們台南 還要讓他們方便 但是呢 我們台南 將近200萬人領口 但是辦市民卡 只有1萬1千人領 1萬1千人領 不計 不計 中所進應該 我算一下 應該是差不多25萬元左右 我們190萬人領口 進目進應該是差不多25萬元左右 所以這個比例也是太低了嗎 當然 這慢慢來 因為 性化的改變 這是一個性化的改變 這次的任期已經過半半了 出兩半半而已 是 因為跟議員說明 這項我特別要來跟議員說明 你台北市公車到捷運 有這個優惠卡 其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現在台北市的市民 我想大部分的人 身上都會有優惠卡 甚至是超過兩張以上 我們現在開始 由這個台南市市民卡 一台南市來輸用 這也是對市民來說 他是一個生活上的改變 開始按公車輸用 便利商店的輸用 頂頂 還是小額的支付 包括我們給予禁事務所 你夠聯合一個給予禁事務所 每一個幾台 我們都可以交幾個 我要建議 是 因為我們台南市就對了 我們台北的民眾 都騎摩托車對不對 是 所以 加油也可以 所以 加油也可以 可以用市民卡 刷卡 所以 這就很方便 對市民來說很方便 對不對 但是市民都不知道 所以 所以 因為 都沒有去辦 其實它很方便 它只要用 逼一下就可以離開 所以 很多市民都沒有了解 其實 我跟議員 還塞一個 我們這張市民卡 應該很快看 今年的高月分 隔壁可以完成 跟交通部 是基地上面的部分 會改變嗎 如果可以順利的話 我們這張市民卡 包括台北市的市民卡 也沒辦法這樣 因為我們這張市民卡 是內部的資料 內涵的資料 可以讓隔壁去判斷 你是不是六十五歲以上 還是身心障礙 所以你可以坐隔壁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 在白堆買票 你這裡刷卡 它就是一樣 你是半價 你可以去坐自由座 如果你要買自由座的圍 你可以用這樣 你不需要在白去買票 你就可以逼一下就進去 教長 新的市 他們發行認同卡 那新竹市民 只要拿這個認同卡 然後去刷卡 他就可以想1.2%的消費回饋 教長 我們可以跟議員說一下 是這部分 因為會覆蓋到合作的關係 其實我們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也有展規 想要同時搭配銀行來發行 但是目前也不會找到合作的銀行 我們會按這個方向來努力 其實今年我們五月底 我們會先跟中華電信合作 推出虛擬的市民卡 什麼叫虛擬市民卡 就是我們在Android手機裡面 Android手機裡面 因為他們有一個功能 叫NFC的功能 Touch的功能 只要你的SIM卡更換完之後 你就是一張虛擬市民卡 你是螢幕上顯現的 就是你這張市民卡的樣子 但是你直接拿著手機 就可以當成是一張市民卡來使用 所以這是今年的五月底 我們就會跟E卡通跟中華電信 一起共同合作來推出 其實香港巴達通的卡 是 很方便 我們現在也在跟巴達通說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學習跟香港的巴達通一樣的 這麼的方便 香港市民只要拿著巴達通 就可以 在很多地方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台南市民 市民卡有特約商店優惠嗎 有 那局長我們為什麼不把它餅做大 有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做到這個餅 我再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台南市的市民 你有辦這張卡 你去日本出場的時候 一串日本的東極百貨 都可以打九五折或九折 因為每一家店的狀況不同 你只要拿市民卡出來 都可以給你東極百貨都會給你優惠 所以包括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這張卡 雖然現在出國你不一定可以使用 因為這個有跨國的合作的部分 但是你只要拿這張卡出來顯示 在日本出場的時候 在東極百貨就已經有優惠 對 是 所以我們辦這張卡 其實我剛才跟局長所建議的就是說 我們把餅做大 再給一分鐘嗎 再給一分鐘 我們可以辦這個市民卡 那叫做台南認同卡 補程認同卡都可以 我們如果去特約商店去消費就對了 又有優惠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市民卡也是有優惠 但是不多嘛 很多喔 其實我們 上我們市民卡的這個專屬的網頁 裡面 我們在市的店家 跟我們有簽約合作的優惠的店家很多 因為我沒辦法1140 我記得我這樣說 可能可以說幾間 我幫他們說 大家可以上市民卡網頁 大概有幾間 幾個行業 幾種行業可以支援 各種行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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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幾間 我印象中非常多 我實在是沒辦法 因為量真的是很大 我沒有細數過 所以我本身是覺得 我們也可以跟精華局合作 有有有 所以 局長你是很認真 是 感謝 局長很用心 所以我希望說 好 好 謝謝 下一位是李維英議員 請10分鐘 好 謝謝 感謝主席 抱歉 局長 局長我想要跟您討論 你剛才在藥物報告裡面 有特別來講到 活動中心的活化再利用的部分 我想要請教我們現在活動中心 閒置的活動中心 比例算高還算高 我們整體來講 就閒置的比例其實 現在來說是算低 閒置的比例算低 比那時候比較低 是 我想這其實當然 我們這個當年 有跟局長有努力的地方 包括在那裡辦很多活動 像藝術祭 其實是我們每一道 我想這之前 有很多年有幾道藝術祭辦 在南區 其實都給電影的基民 很大很大的期待 所以特別拜託 局長 這個未來藝術祭 一定是有機會 這個比較接的 還是會 我們會來做全民的科量 來做全民的通盤檢討 有機會就來南區 OK 不然你又想要跟局長請教 針對這個閒置的活動中心的部分 應該說 政體來說 活動中心的收費標準是怎樣 我們各區都有一定的 制定的一個 整體的規範的標準 因為有分 它構成的使用 看它的空間的大小 因為每個活動中心 它這個空間 我們面積都有關係 所以都是由各區 整體他們這個 都是一樣的標準來制定 收費的標準 但是一般這樣普遍聽起來 也很多人在歡迎說 這個活動中心在使用上 收費標準比較高 不知道這個部分 局長不知道有機會 起來做 我們在活動中心 譬如說我用一個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 我們在活動中心裡面 開的這個版別來說 不管各種的版別 來使用這個 教學的空間的費用 其實相對 他去外面 人造空間 來說都是應該相對 都比較適合的 那 而且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 我們各區 各公所 各立辦公室 其實他們也會針對說 他們這個理 有特別的這個需要 他覺得這個是我這個理 要去推動推薩的部分 公所可以取這個部分 認為這是有符合這個理 提供的政策 他們可以去做這個 收費上的一個 可以做條件 對對對 有機會做條件 他們可以去做一個科領 所以我想這個要特別拜託局長 當然如果有機會 當然這是要跟 其他地方來做比較 譬如說 我們的收費標準 稍微有更高 拜託未來 在後半年度或什麼年度 可以來中心做檢討 其實我跟議員補救一下 因為我們有分做三級的區域 是 因為我們不同的地方 你說中西區 當區 這個 他的土地 價格頂頂頂 你跟近所的地方比較 沒有 所以我們有分做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然後再按照教室的空間 平數的不同 再分成三個等級 就是說 你在第一級的收費區裡面 有三個標準 第二級的收費區裡面 也一樣有三個標準 照他的 教學的空間的面積 要去跟他分 好 這樣另外 也要拜託局長 就是說 如果針對閒置的活動中心 有可能他有空教室 或是他有規則 他是這個 過期比較沒接受的 有可能包括 這個 因為他是二樓三樓 他可能因為過期區的活動中心 他可能沒有電腿收費 或是說他剛好地劑 他的位置比較閉嘴 可能比較少人輸容 尖對這些活動中心 那是不是他在未來 可以授權 給區長更大的空間 去未來 告訴說後人要輸容 或是說有人要來行走 他可能是在裡面辦活動 或是說他要做一個更長期性的社團 的推動 或是說他要關懷一些社會 福利的思考 是嗎 那是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 可以在這個收費標準裡面 多一點彈性 讓區長有辦法去這個因地制宜 然後來解決這個 雖然比例比較小 但是還是有這些問題存在的一些 限制的活動中心 其實現階段我們就是 和區長充分的授權 充分的授權 是 但是審計處的調查 沒關係 其實我們各區的區長 只要依循著我們這一套的標準來做 那其實都可以因應 因為我要特別講 其實跟我議員說到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因為國立的情況 進行都不一樣 他的社區發展的過期 他的歷史 他的社區的活動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發展 所以我們活動中心 也要因應 當地的需要 去特別去推動 這個活動中心的分別 還是說他使用的方向 其實要因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各區的區長 其實在活動中心的使用上 可以結合這個社區 在活動中心的發展裡面 來負責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這幾年 按旬年開始 我們 台湾是唯一特有的 我們特別去把 來進步、亞進宿 進出在公共行政議裡面 進出到社造議的議欄來投入 那其實我們活動中心也是一樣 這個活動中心 我們也可以因應這個 這個 你營造出來的成果 或是營造 想要營造的方向 我們也可以來提出來 來請這些 學有專長的議欄來共同來做處理 那活動中心就會變成一個有特殊性的地方 所以我說 依靜的這度 其實我們是希望 我們各區的區長 其實對整個管理的辦法 能充分的理解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去尋找 協助我們各區各裡 這個活動中心 如果它使用率不高 我們才有辦法去提升 讓它提升 就是多一點彈性 就有多一點使用的空間 特別謝謝局長 另外想要跟局長請教 特別是剛才所說的市民卡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 我們因為可能出差的關係 或是去台北的關係 其實我曾經看過一個畫面 讓我很 覺得有很嚴重的城鄉落差 有一個我在台北在等這個捷運 再經過捷運再等這個買票 因為我們沒有卡 因為我們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要去買那個 他們那一道一次的那個 投幣式的那個東西 結果我看到台北市的小朋友 大概應該我猜想大概五六歲 就會五六歲 他就很興奮的跟媽媽說 媽媽媽我要去給我儲子 給我儲子 給我儲子 那個時候你那個畫面 你就很衝擊 你看在台北市 我們常常在過去才說 這個常常說這個城鄉落差 有時候常常我們很喜歡去台北市 但是對這個很小的動作 我們就看來說 你看台北的孩子 對著不管他們是一卡通 悠悠卡還是什麼卡 其實他們在數位化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有辦法跟這個時代 去做與時並進的 但是相反的在台南 在一卡通的這個蘇養上面 當然我們是這個最近比較多起步 但是我們也期待 我們有一天我們的小朋友 或是說 甚至是我們的這些老人家 在使用一卡通的這個部分 有辦法可以很數位化 也可以很與時俱進 所以特別是 拜託這個局長 在一卡通的這個業務上 當然我像你說說的 他可能沒辦法 這個整年躺天365天都選團 不然就一卡通像說 你過頭我有說到說 這一卡通 在這個頒幾百貨 日本的頒幾百貨 拿出來他就可以打9折95折 這個就是你們過去做的努力 這個也有可能吸引更多人去頒 因為這是一個代表說 我台南人有國際化 一個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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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這個人動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局長在這個一卡通的業務上 是不是可以再結合更多的管道 來讓他更普及 也讓他更接近我們的生活 甚至這個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變成他習慣化 是 感謝議員 對這個市民卡的關心 因為我想說 所有全世界各國的國家 開始有這個電子票證 幾乎都是從交通上 開始延伸出來 都是從捷運這樣的一個角度 延伸出電子票證出來 那在台灣也一樣 在台灣電子票證的這個也是從 因為早期先有台北的北捷 才會有悠遊卡 從高捷才會有一卡通 像剛剛唐遠提到的香港巴巴通 也是因為香港捷運的關係 新加坡的這個卡片也是 那在日本的關係 這個西瓜卡 或是這個九州的這個卡片 也都是從交通運輸上 讓局長說完 讓市民開始從交通的便利性上面 去做改變 那我們台南市雖然沒有捷運 不過我們從公車系統不斷的建置 那坦白說 確實是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因為我們台南市過去公車的狀況 那造成很多高中職的部分都有鑽車 那變成使用這個學生搭公車的人數 就變得大幅降低 可是我們這幾年 公車入網的重新的重整之後 學生的部分又重新回到搭公車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慢慢來 把一步一步的讓它變成 這個市民使用生活上 不斷的往這個便利上來發展 那我們一定會加強在宣傳上面 讓市民更清楚 謝謝議員 好 謝謝局長 因為參與之議員跟王家正議員 都是我們本委員會的議員 所以接下來是參與之議員 發言十分鐘 謝謝主席 陳局長 不好意思 又要請你站起來 那個市民卡 現在是我們這個議員同仁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現在我們就發現到好像為什麼會這個 不是那麼樣的普遍被使用 是不是申請的這個手戲 是不是比較麻煩還是怎麼樣 其實申請的部分是蠻便利的啦 當然我們今年我們最近會來 我們已經發展到一年 已經從這個開始申辦到現在 也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那我們希望市民卡的申請製作的時程 我們最近會來想辦法讓它更縮短 讓市民申請就可以馬上拿到這張卡片 所以我們最近會去做 另外的問題就是製作比較慢 所以比較不容易那麼快 所以我們最近會做這個調整 除了你們製作快一點的話之外 那是不是也做廣為宣傳 我覺得很多的政策 什麼最有效呢 垃圾車的宣導 像那個社長講 或者是哪一個要推廣這個政策 你隨著垃圾車大家都會 因為每天都會去倒垃圾 我想試試看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在這邊呢 我也想請教一下 那個局長就說 樹葬 樹葬在我們台南接收度怎麼樣 跟議員說明 我們台南設置的不是樹葬專區 我們設置的是植存專區 那植存跟樹葬的差異是在哪裡 就是樹葬是你很明確的這棵樹 那這個可能還會有一些標誌說 你的先人某某人在這個位置 那植存的部分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誌 它是一個自然的草地 那可能融化也不會去 家屬自己去選擇要去哪邊 沒有我們也會有一定的巡迴 但是因為它放置的位置融化之後 在土壤裡面融化之後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其實家屬大概也很難去知道 沒有明顯的標誌說它是在哪一個位置上 這個是差別的地方 其實看起來好像樹葬 我們在習慣上所稱的樹葬跟植存 聽起來名詞上好像很接近 但是會有特別的差異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會不清楚未來你會不知道 你的先人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 就是讓它回歸到自然裡面去 那像這個政策 你想以我們台南這麼保守的這個都會區 會不會接受 跟議員說明我們的植存專區是在 2014年的3月底開始啟用 那到現在2016年的這個5月份 那已經啟用了2年多 那這段時間其實已經放到我們植存專區的 已經有409位的先人放在那個地方 其實接受度是不斷在增加 那其實詢問的 其實我們也一直跟工會這邊 因為讓家屬更有多元之道的機會 那我們也跟殯葬工會也希望他們 也能讓家屬知道你在做服務的時候 未來其實這個也是一種選項 那其實我們發現選擇子蠢的都有一些 就是說其實子女選擇對先人採用子蠢的方式 並不是反而是更高的這個 我們觀察下來這些參與的這個子蠢的家屬 反而是對先人更有更高的懷念跟追思 那不是說一定要尋求過去的這種傳統方法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那就對先人的這個 就失去了這些追思的這個想法 所以發現其實能接受這樣的方法的這個民眾 其實是越來越多 那這麼樣這個收費的情形 目前我們在推廣的階段 所以我們當初啟用的時候有三年免費的使用 所以等會到明年的三月份 截止是一個免費的階段 那距離這個部分還有八九個月 那接著我們還會看使用的狀況來做考量 那我們也已經準備在跟內政部來申請 第二期的部分 讓整個這個自然的這個冰障園區能夠擴大 那我們希望這個園區裡面營造的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環境 所以你到那邊去之後沒有任何的這個 只是一個非常清優清淨的一個地方 很自然的環保的地方 那可以讓大家沒有任何的這個恐懼跟害怕這樣子 那能不能告訴我們的市民說 現在我們目前現有的這個規劃的這個園區是在哪裡 我們這個園區在大內 在大內 是是是是 好 謝謝 是 這個局長你請坐 在這邊呢 我 反正你坐著回答就是 那那個 我們在這邊 坐著回答請坐 那我們在這邊 旅居台南的花東的鄉親朋友 每逢這個假期 最大的困擾就是說 我們都買不到一票難求 所以像這樣子的對我們的這個 回去的這個 那種意願就會打折扣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 是不是說我們這邊的市府 是不是可以跟這個 台鐵公司接洽看看 就是說在假日有個固定的班次 因為像目前啦 我們的那個到花東的這個南迴縣 目前在台南發車的 或者是在台南上車的那個班 班次很少 島上可能只有兩班 下午就沒有 是 所以大家都很困擾 也一直很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增加班次 我們在這邊 花東旅居台南的 目前不下4千個 市間位是 對 所以像這樣的情形的話 別的縣市是有這樣的 那個政策 就是說 像逢年過節的 這樣大節日 如果是說 要回去的話 要返鄉 那個市政府 或者是當地的那個 政府會 就是給他們規劃 他們統一去做這個 包遊覽車 或者是這個包這個 鐵路局的幾個車廂 這樣子的話 那像最近又更進步就是說 有限定 就是花東的優先買到票 那是不是我們台南這邊 我不敢講說要比照辦理 但是最起碼就是說 也給人家方便 不要每次要回去的時候 真的是 服務處真的是忙得不得了 每次就是為了要去 尤其是廉價的時候 對 所以說這邊 這個我們 這個可以幫我們解決 這個我們 是不是可以等一下會後 那也拜託蔡議員這邊 你那邊可以有的詳細的數字 那我們這邊也會來做一些 統計分析看看 了解這個我們花東鄉親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再來想看看 怎麼來做服務這樣子 謝謝 那請坐 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佐政區長 區長 上一次呢 我們有到這個 Online Care去做這個會刊 那結果回覆給我們的是 我們原來以為那是水利局的這個 這個工作 結果水利局又說是農業局 農業局又說是那個中央的 反正這一件我們從會刊到現在 可能已經半年的時間了 那後來他就要求我們不是 再會那個市政府 那市政府又要我們去再補劍 那後來你們那邊現在進行的怎麼樣 感謝蔡議員 對我們佐政區基層建設的幫忙協助 但這個案子 蔡議員很費心 到昨天行兩次的會刊 那麼在市府單位包括水利局 農業局包括林務局 整個會刊的紀錄的話 我想他們整個看法不一致有出路 那目前前兩天到現場會刊之後 應該是向水土保除籍來形成經費 因為每逢豪大雨那個地方的話 都會變成災損 兩邊的應該是邊坡 邊坡的豪大雨下都會往下滑 可能兩邊都要做擋土 想把路基提高 那我們這個決議或會提案 我們送到雪土保除機先請經費來施作這樣子 我看我們還是要 好再給蔡議員一分鐘 那這個事情沒有處理的話 這件工程沒有處理的話 我想對那邊的農民真的是很不公平 長期下來這樣子對他們 大家都是一樣的納稅人 每次到這個有一下大雨 或者是有颱風的時候 那邊根本就不能進出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真的是要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很積極的在做這件工作 那如果是說需要配合的 我想區長也繼續加油 我們一起來努力 但不要客氣 好像區長都比較保守 比較客氣這樣 其實沒有必要 我想這個市府的相關人士都在這邊 我們一起來努力這樣好不好 可以 這整個是水利局跟農業局的看法不一致 不一致 對 那那個林班地都有問題 就是林班地問題 那我們去找了 那我們現在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話 我們會有另外的對策 所以 好 因為王家正議員是委員委員會的議員 所以他優先發言 十分鐘 王議員請 那個 局長 我非常好奇 所謂的直存跟樹葬 它兩者的差異 剛剛你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想請教一下 本市是不是沒有樹葬專區 而你們開闢的一個直存在大內生命園區 是不是 師不講 跟議員說明我們探案是有兩種 那當然是沒有樹葬 我們目前沒有樹葬 但有一個是在新穎的胡緣跟清草倫公墓 那是灑淨的部分 對不起什麼 灑淨 灑淨 對對對 那第二種是直存 那直存的部分跟樹葬 他在將仙人的這個骨灰 這個骨灰的部分 要放到土壤裡面去 方法是相同 但是差異在哪裡 就是樹葬的部分 你可能知道你那時候 將這個仙人放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他也可能會 區長 剛剛你解釋得很清楚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以觀念來講 我們都覺得是應該要春秋祭拜 這個 那直存顯然這一部分做不到嘛 對不對 因為就已經是可能隔一陣子以後 我們自己都忘了 他那個仙人的骨灰是在哪裡 那樹葬如果以我的瞭解是這些年我們在推的一種 所謂的回歸大地的做法 那為什麼本府在樹葬這一塊不積極的作為呢 樹葬跟植存兩個都是一種自然環保的漲法 都是自然環保的漲法 那差異就是剛剛我提到的這個 一個是有明顯的位置 跟他可能還是會很清楚說我的仙人在位 而且會有一些標誌 那植存的部分是沒有 但是環境兩者都會營造出自然的環境 所以其實植存的部分會是更 坦白說是在生命的價值上是會更高 比如說他其實是讓他真的是回歸到最後回歸到 讓仙人回歸到自然去 那這個追思的部分就放在 就永存心理 那我們其實在辦理 我們在辦理這樣的一個儀式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植存磚區裡面 也不會有任何宗教的儀式 那就是在最後這個 將親人親手 讓他的骨灰這個存到弟弟裡面去 所以如果照局長的說法 你會認為植存的所謂的回歸大自然 比樹葬來的更是一種對仙人追思的一個呈現方式囉 我們只能說這個是程度上的差異 這個跟議員說明 就同時在冰葬的這個革新裡面 同時有幾件事情是同時存在 也一起像海葬 那因為海葬的部分就是規範在幾海裡以外 就可以做這個海葬的區域 那先人的骨灰也一樣會隨著這個海洋就消失 好 局長 謝謝你的解釋 顯然植存這兩個字 應該是這幾年又比樹葬更進一步的 這所謂的整個回歸大自然的一個處理 我們生老病死人生必經階段的一個方法 那好 我們講了死 我要請教一下局長 台南市我們目前我們對新生兒的照顧 你覺得夠嗎 就所謂的人口的增加部分 本府在照顧新生兒 如果以我的瞭解 我們一直落後於其他的直轄市 局長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不覺得我們有落後其他的直轄市 因為我覺得就新生兒的照顧來看 其實要完整的一個階段 因為他不是只有出生的部分 因為新生兒的出生之後 一直到他整個養育的過程 跟他成長的過程 那我們當時在推動這個 生育獎勵金的同時 其實在市府內部是 生育獎勵金是一部分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2歲到5歲 是一個空窗的階段 在全國的這個有關於幼兒的福利的部分 那那個時候台南市政府 是將2歲跟5歲的部分也把它補齊 所以讓從出生一直到這個 學齡前6歲的這一個階段 讓他整個完整的得到這個照顧 所以你的意思說這一塊是 我們台南市有做一個適當的一個延續 而不只是單純的給一個獎勵金而已 是不是 那這一部分是其他的直轄市 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幾推動的也都 這個生育獎勵金都已經推動一段時間 那我們的這個制度也已經 從這個升格合併的第一年 就整個完整 因為那個是同時間相關的局處 同時間一起配套推出的 那這幾年其他的直轄市 是不是也有將這個2歲到5歲的部分補齊 我們並沒有去做 局長 因為我們說這個生老病死 沒有人能逃於天地 所以剛剛我們講到對老者的誠心送中 以及對生者我們要盡最大的能力 來鼓勵我們新生代的來臨 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台南市的人口數字到目前為止 我們幾年了 六年下來了 仍然沒有很清楚的一個突破 那您覺得是問題在哪裡呢 跟議員說明 我覺得這個就整個全台灣的人口來看 因為這個是一個整體的 國家整體的人口的部分 那我們就相對於其他縣市來講 那因為台灣整個政經的發展 坦白說就移動 人口移動的這一塊 會一直往台北新北做位移 但是就整個新生兒的部分 或是這個老年人的部分 那坦白說 我們當然是在自然人口的成長的部分 也都一直還是維持有正成長 比如說自然人口 就是新生兒的部分 還是會大於這個死亡的人口 那我們在這幾年一路的部分 整體就整個台灣市來講 一路的部分也有增加 所以雖然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再像過往一樣 因為這個有這個整個階段的發展 我們當然現階段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台灣市 是有辦法像是 市長我想以賴市長對府內的要求來講 他一定不會滿意 目前我們看到民政單位所展現出來 人口成長的成果 因為全國都清楚知道 我們台南是一個移居城市是吧 這個很多知名的人士 從北部移過來到我們台南 算是安陽晚年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口數字的展現 照局長的這個這個精算說明 我們還是有增加一點 但是你整個宏觀來看的話 這麼多年以來 台南市大概一直沒有破190吧 我有沒有記錯 我有沒有記錯 有沒有記錯 188萬多是不是這樣 是 對不對 所以以整個更大的格局來看 我們台南市前幾天本會的同仁也在提到 中央政府基本上以我個人的潛見 馬英九總統他就怕人家說他中北清南 所以我們看到了資源給南部的部分 尤其以賴清德市長的魅力 我們台南市拿到的資源 事實上絕對沒有少於其他的都會區 可是你資源展現之後 我們看不到他開花結果 帶來的一個興旺的生命力 那是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 譬如說我們講到台南市人口 大概我們想到就是188 188 188 這麼多年以來 從我們變成直轄市到現在 仍然是188 沒有破190 也就是說 在188到190萬 大概1萬多的數字 似乎是天 所謂的登天之難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台南市有愧移居城市 包括你剛剛在講的 這些新生兒的補貼 是如此這般的周全 從生到他的所謂的空窗期 我們老早就就別的直轄市 搶先一步把他照顧周全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局長 人口的增加 大家都知道馬上蔡英文總統上任了 都一分鐘讓他講完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國力就不會興旺 台南市的都會區也是一樣 我們一方面 不好意思 歡迎大家來台南養老 但是年輕體壯的 這種有生產力的 這些年輕人中壯年人 如果都往北部都會區去的話 是不是局長該思考一下 用什麼樣子的政策 建議地方政府賴市長 或者中央政府蔡總統 到時候幾天後 增加我們中壯人口 留在本地發展的一個可能呢 關心齁 我想這個人口政策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應該是我們大家都應該 一起來關切的齁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 其實一路到台南市的 在這幾年的這個比例 不是只有這個養老的部分 其實在年輕的一輩 就是願意來到台南 也是因為台南的環境 適合他去做打拚 所以非常多年輕的一輩 不管是到這個相關的產業裡面 就業的 或是他獨立創業的部分 其實一路的人口也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其實是有在不管 就整個人口的這個結構來看 其實在創業的這一塊的年齡層裡面 其實一路的部分也增加 那我相信這一塊 我們大家一起會來把 好 所以你的數字是很清楚的 中壯人口也... 好 謝謝 接下來是楊中誠議員 質詢時間十分鐘請 謝謝 這次魯述先生 大家午安 本席來就叫我們民政局長 我這麼多聽來看 你一個人董萬山 難怪這樣天下地大局 在這歲的升遷 會生會員 我的感覺 你是快到萬年 是比較萬年 感謝雄議員 是十歲 十歲完一定會有分 所以就來慶幸說 慶幸就是說 總是中央有總是我們台南人 不然這幾年來很可憐 我們台南全都沒有害人 所以都沒有在中央做官 所以在這本書要來就叫我們集長 那麼你就知道過期 所以我們這幾年 我們的林政局長多當一年是變兩千塊 今年雕三千 你知道雕三千多好嗎 只有一千而已 所以大家就覺得 只有一千塊錢 我不是在那補 那麼我現在希望 再給你更加更大的職業 是是 六都 只有我們台南人 都沒有請賣費 那麼我希望說 在你的任期 我相信不用跟兩年多了 最多的時間來 這一兩年來 應該先求有 再來求更好 所以在台北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處有來補購到我們的財政 那麼去年結以十四億了 十四億了 既然是可以去看到我們的財政 所以我是希望在你的任期 可以幫這些林政來變 一個月要幾百塊也好 要一千塊也好 總是 讓這個林政那種感覺說 我們台南 沒有少看到 對人的賭 不要說 都對不賭 這樣你的 對我來看 是 感謝雅雄議員 這個對 這個李林政相關的 福利的關心 我想過期議會裡面 每一個會期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議員都有關心 包括在座 我想我們有議員 都 一過期的這個 都有關心到這個部分的議題 因為 雖然今年 看起來 我們是歲出到歲立 一九年的決勝 裡面 我們市府 在這個務省上面有結局 但是 這個部分 比較低 比較低 我們會來科路 但是 災情 還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之一 我跟你講 你不用擔心 如果市政府要倒 市長也稍微選 所以 他不用擔心 過期我們也都 在議會裡面有所謂 所以我跟你說 就是說 在你的議員來 你就是自己用 人永遠 就給你記 說 中央局長 自己的手 把我們建立 我講 你自己用 做後面的人 做一個家庭 沒有 這個部分 其實我相信議會都會支持 不過 因為這個 林長的 插飛的部分 我們會好好來做一個科量 所以我來講 就是 你一定 就是要 尬 你尬人 沒有 有一個 要回來選台南市長 這個人長 大家也會支持 感謝議員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現主席的工作做好 謝謝 當然 這是第2位 那麼 今年 今年 有算 有來把 處理合併 這個作業的經費 剩下多少 剩下30萬 30萬 是 30萬 你去推動這個工作 有什麼難度 目前我們就是 整個變成 都區理行政科 我們所有的同仁 自己想辦法來做 所以他們其實 我相信說 七里合併 七一重新劃分 這是 遲早的事 都 沒辦法去劈勵 很多理長跟我們問說 中心 我們到底會得到一里 兵兵兵 我只說 合併 重新劃分 是一個 其次 只是哪一個首長 他勇於擔當 什麼時候 要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 在我的感覺 就是說 這個工作 在你們的手 你們要有擔當 去做決策 來把這個工作 完成一段落 那是一個副支援的 這樣是不是 是 各議員說明 其實整個行政庫的調整分 兩部分 這個是 庫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是 立跟立的部分 庫的部分 剛才我回答 過國民議員 這順分的部分 還是過去 我們在議會裡面 我們都有提起 庫的部分的調整是一定要 行政庫的委訓法 通過之後 開始做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一九年開始 都在做準備 包括相關的 飼料的準備 定屬 要怎麼走 這些都在做 但是 當時我們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其實立跟人的部分 我們已經鼓勵行政庫家 已經是先把這個部分 先放 在這個庫的部分的頭前 先來做 相關的 這個調整的準備 會等這個行政庫的委訓法 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做這篇 來推出 這樣 我希望說 你們 不要很衝觸 是 可以 所以我們都拿走 來做 是 那麼 在你的報告裡面 就是說 我們今年 應該是新生額有 九千零 九千零 九二二三 對不對 七十五月 就是發放那個 生意獎勵的 是 是 是 你 我們很好的政策 就是說 發給 這個 新生額 寶貝卡 那麼 我的感覺 就是說 我們不夠便民 所以不夠便民 就是說 你去 負政事務所 報告的時候 你這個寶貝卡 還要市民 來申請 結果申請 就齁 沒有到一半 四千空七十四 所以 我要建議 我要建議 局長 在你的 關閘時來 下令了 就是 市長人去 報告的時候 你這個卡 就是直接讓它添表 你就是直接發給它 是 這個部分 我回來 我來補來做一個 檢討 這個 我在想 這個 因為當初一開始的幾位是 所有新生兒都有發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會來了解 看看 要怎麼去做 這樣 對啊 因為你的資料 就是發四千空而已 是 跟我們的 九二二十 九千兩百二十三個 沒有到一半 是 為什麼這個政府 市政 就是要扁民 為什麼 他去報告 你不用一扁 就立討 怎麼給他資料 淺淺的 就發給他 是 就要經過他申請 你才要發給他 那麼 很多人 是被動 等到我要用的時候 還要重 是 沒問題 所以 所以 這個部分我隨意回來 我會隨意來做一個檢討 所以希望 希望指掌 你可以在這個部分 趕緊來實施好 讓我們的八省民 警察更便宜 要幹 這個部分 謝謝 好 接下來是盧坤福議員 諮詢時間 十分鐘 請 我們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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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算老朋友 五年 五年 我們都做董事 你今天叫那麼多區長 要怎麼 區長可以回去辦公 如果 除了的時候 這個議員 就靠電話跟你說 他說 阿不你叫哪個區長 不過議員 是議會 那個統帝 我們業務質詢 都要區長都要搞 其實你知道 這個區長 我坐那坐 坐點多前 不然我問區長 就代表這區長 大家做得不錯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想說 這個議員要問區長 就跟你說 不然你叫他 你叫哪個區長 來 區長 你也很疼你的 部署 等一下我是建議說 這部要尊重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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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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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等一下是不是做一個財事 讓我們的議會 當年大家做主 讓區長回到 如果要問區長 我們就提早 跟局長說 叫他連路 倒一區的區長 這樣 大家可以回去辦公 那業務這麼多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要問 要問 要來的時候 要問一個叫他來 隨時就都可以了 不用讓大家 不用讓這麼多區長 大家也沒辦法 再坐在這裡 對不對 我也知道 你很疼你的區長 我們尊重議會 等一下做個裁事 如果其他議員 覺得有需要 大家都來 我也沒意見 我是拿這個案子 這樣 這個 現在這個 外長中心 如果不是你 就是社區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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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地區長 他也很辛苦 我們那個小木屋 就是 你的 也就是社區 發展業的 你在 二十多年 紅紅 那來到這裡 在那裡 你長 不要讓社區 靠一支幫你 不要讓我進入 挑我們小木屋 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不要再在那裡 不要再在那裡 你們 不要社區 活動ров та 不要讓我們 我自己 自己 你不再 不要說我們是規劃的 我請路議員對這個 剛好這個個案 我請這個機會 因為電視網絲專部 我們很多理 外農中心也好 社區外農中心也好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理長 不管理是不是有限社區法典學會理事長 還是說理長跟社區法典學會理事長不一樣 我們不管是理長也好 社區法典學會理事長 其實都是為了社區理的公共理 做事的 其實都是付出 我們願望我們社區法典學會理事長 其實是很接受的個案 我們願望他們在地方的事件 這個使用空間頂管 大家可以合作 作為為了社區法典學會理事長 其實我們市府現在很多方案 可以合作他們 作為來把這個地方 立好社區幫他們盜三天 所以願望他們 不要有這個分證 其實把這個空間好好提供 讓我們所有理來的人 都可以好好來使用 好 我跟你說齁 我們法兵力齁 我們法兵力齁 如果要說旧的台南市家 社區法典學會 辦之後如果要說最好 最好 最好沒有再十名來 我們的旧的台南館我不敢說 現在人家在社區辦這麼好 我一個理長 那個理長 或是要大到內閣不正前 或是說你文正 人家在賣 每個都可以反省一圈 不行這樣 我是很理性 我現在在跟你探討 你要去跟理長說 你不怕理長 你做理長 很大 你聽到嗎 不行這樣 不是 整個社區法典學會都老人 那如果做我們的事大人 也都會得到過了 因為我們要把他探討 再跟他一句說 你以前不支持我 這次人在選理長 也不叫人出來跟他選 也是由自己通合競選 對不對 要把他探討 這樣才會通 你知道就好嗎 那不是這樣 那人有找一個機會 所以我剛才說 透過議員你關心這個個案的機會 你敢說一個理長 我叫十個議員 我叫十個議員 蓋在顧那個小木屋 那理長又是很大 還用修組去看察做國基 叫十個議員 一個理長 叫十個議員去看察做國基 我實在是前到大 我看理長這麼大 要讓你知道一下 不然我要聽就聽 區長你知道一下 這樣好 來龍去脈 那這二十幾年來 來臉的分分老老 應該你如果聽這麼說 你也知道 那是理長不對 那理長實在有夠好運 每天在那裡做運 在那裡搬運 阿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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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那裏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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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利用應該要不夠一檔 包括之前冷氣不夠 我們已經有補充了 先看他使用的情形 使用開始不夠 因為現在社團 有我知道 上一站 李長也有告訴我這個部分 有啦 要李長這麼好 我們來做回來考量一下 因為順序頂頂 因為包括那裡還有一些 要先蓋的嘛 因為那裡還有很多 地方 也記得 拜託要 因為 任何當中 優先 有一點損失啦 好不好 阿還有一點 我以前議員一個都滾10萬 40萬的那個擴打 在我們的民政 還有九個叫 還有什麼叫 那現在都 都沒有了嘛 都要議會了 現在我跟你說 議會本地就議會 議會本地就議會 沒有啦 那有一段時間沒有啦 議會那是議中 什麼有的沒有 我跟你說啦 我現在 我不敢跟你說啦 因為我走開 你說三禮拜 三禮拜心早 要有無我也不知道 你像我阿祖祭 送那麼多啦 結果都整個落地都不準啦 沒那麼落地自己喝出來 我現在都不敢送 阿是不是 你如果要給我 三禮拜之前你告訴我 阿 準 到不準 你不能人辦完 已經經過一九月了 你才發一條公文說 阿 沒準 這樣齁 不夠厚道啦 你要給我準不給我準齁 你之前給我講一下就好了 我沒錢不用緊 你聽我的意思嗎 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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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我英雄中 你會都有 我都不敢這樣送 我已經 今年一開始就對了 我知道我已經跟你無緣了 所以我都不敢這樣送 我們都已經是好朋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們都已經有好朋友 可是你 我跟你說 你如果要給我準 你就是人要不扮多少錢 你又要跟人說 有多少 不然你 我也不敢給你送 辦活動我現在都不敢送 我現在人家在外送 說沒有啦 局長也不敢給我送 我都說你 我不要說市長 我說局長也不敢給我送 阿阿你 你剛才走到岸邊區 剛才做錯的人 我跟你說 不會啦 那個 完全想 我們 活動在辦 如果有意義的 你也是要 有啦 其實我們都會站這樣 那時候我給你接這個機會 那個四檔一次 從高雄、海巡 都滾了十幾個月 從高雄 我們那時候有做會 四檔前我們有做會 我們應該是 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的 因為那個是很有意義的 從到外洞 我們政府單位 應該用米鐵下去選桌 你幾乎我經營去的學生 是今年嗎 應該是米泥吧 應該是米泥啦 米泥啦 米泥你還在做局長 除了你生股 你也說你不會生股 你自己說的 因為這個高雄、林峰那 再來回鄉 透過海上回鄉 我覺得我們可以提早做準備 因為這間 你怎麼多補我經費 企業做他們 這個外洞可以代表 代表台南市的這個外洞 沒錯 你們要主導一下 因為這個總統外洞 這個總統外洞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一間 現在這個外洞 現在這個外洞 這麼特別 你們可以由你們做主辦 我們 我怎麼會主導 因為我印象中應該是美女 叫中央下去協助 是 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沒錯 這間我絕對來支持 因為這間我認為是 你怎麼自己介紹 自己介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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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好 剛才我們盧議員 有說到我們區長 是不是要先讓他回去的這個問題 我們社會在這裡建議 因為這是理議程來的就排定的 今天區長都到了 今天區長都到了 所以我覺得也不應該影響到 下午要來質詢的議員的權利 也許他們有要問 所以 沒有 你要先聽我講完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這一種是不是 要讓議長 要讓那個區長 以後要不要來練習 可能要放在程序委員會裡頭去檢討 如果不要 就不要排在議程裡頭 因為議程都寫了 我們就必須要遵照這樣的一個秩序 好 來讓他們練習 而且今天都到了 我想 今天還是要把整個程序走完 然後把它放到下一個會期 再做一個改變 那接下來是 李美燕議員的質詢時間 因為她是本委員會的議員 所以優先10分鐘請 來 感謝志昇 局長 我本來是沒有想要請教你 是 但是我認為你覺得 我覺得今天你的心情不錯 因為你要試試看 我每天都保持很快樂的心情 我也希望你可以繼續 你心情好 你也給我稍微表現一下 你的心情好 一些公文放在你那裡 我真的問客長 客長 我們那時候 他說都在你那裡 你等一下我找你來 我桌子上看看 應該都沒有 客長是到底在那裡 那時候 一些公文 我剛才給你 朝得 20秒進程 才給你說 都在客長那裡 還是你們兩個 是在 不然就在中間 還是在我那裡 我正在找 我有在我那裡嗎 局長 應該可以看 跟我們準準的 還是不準的 跟我們說一下 但是我要跟你說 你要下筆之前 麻煩一下 因為人家的活動 都已經辦了 外頭都辦了 你如果不準 你看廟屋那裡 是不可以做嗎 我會好好的 可憐 你有說我 你到底準不準 你要事情可能講 不過你在辦活動以後 我感覺你就不管 他說不準了 你怎麼會這樣 局長 不然你也說 我們辦活動進程 你跟我們 說我不準 人也說這樣乾脆 我敢開過 但是盧科迪 在辦活動進程 你不敢不準 我相信你已經默認了 所以你麻煩一下 那辦活動辦了 你不敢不準 要真的好朋友 要怎麼處理 心情好 因為我相信 你可能要太高了 所以你才會 吃一笑也笑 吃一笑也笑 好不好 局長 那局長這邊我請問一下 你知道台南市有幾個公墓 公墓 我們的數字 蛤 有幾個公墓 數百個公墓 數百個公墓 數百個 三百多個公墓 我們總共有三百多個公墓 最大的公墓在哪裡 我們藍山公墓 這個無庸置疑是藍山公墓 你知道嗎 藍山公墓是最大的 百個公墓 來 那我請問你一下 生命事業業務是什麼人 來 局長你請 局長你請這個 在你的工作報告上面 這應該是你嘛 不是你局長的嘛 你生命事業的業務 你從頭到尾 公墓千丈 還有公墓公園的利美化 包括生活的歷離 包括 種種一個建設 你在裡面 寫這麼多 藍山公墓 藍山公墓 都沒有問題嘛 你在那幾年到幾年 在這個業務報告上面 你完全沒有表示 你對藍山公墓做了什麼事情 你是真的沒有對藍山公墓做 真的事情 如果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你非常坦白 你非常的坦白 在最大的藍山公墓裡面 你在整個業務報告裡面 你沒有說到 你如何去做藍山公墓的規劃 你如何去做一個利美化 你都沒有說到 表示你都沒有做到 屬性也讓本身任務 等級來你都沒有做到 藍山公墓這麼大的公墓裡面 我們要求趕快做了公墓公園化 我們趕快希望能夠透過都市計劃 來做道路的開闢 到過甚至專業區的開闢 把原來的限制是 國民路的兵站設施 兵儀館 牽到藍山公墓裡面去 讓它能夠統一整個 作業都在裡面 這是當時一直在講的咧 但是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完全和一日你就沒有說 你是怎樣 你默思它 還是你認為沒做啊 各位文博哥 其實 103年我們就曾經 對於南山公墓 中華南路段的一個綠理的部分 已經完成 那麼 新都路 新都跟西門路中間 有一些已經簽帳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它釐清清楚 就是說 未來可以做停車場實驗 所以你認為 一百公三年做 一百公四年都沒做 那麼未來 未來當然這個公墓 一百公四年 你就都沒把它認為它不存在 已經完成進障 那未來的整個兵杖設施 如何去規劃 必須透過都市計劃 整個一個通盤檢討 來配合都市計劃 來進程來辦理 最簡單的 在新都路上 新都路上 那個地方 有一個空地 暫時很遵循 那時候幾年前 四年前 本市議會要求 做一個就是停車場的規劃 因為 新都路開了之後 7路 這個做立面化了 那個地方 是不是好好去處理一下 到現在也是 雜草橫生 也是沒有做 你說的說有做嗎 也是沒有做啊 你說的 有這個 夢主的那種的 他的子孫有意見 要溝通啊 我們也有說過 沒有人那個 那個夢主 他們的家鄉也說好 如何去溝通 也達到共識了 結果 集下來 你沒有做 副公所也沒有做 副梯啤酒 副梯啤酒 一個任養 副公所一個任養不錯 讓整個業務就停擺 來 我們的租區長 這個人你以前也知道 你也應該知道 之前的區長不管怎麼樣 但是我不想說 那個地方是非常直接的 而且 在整個景觀 經過西門路 因為他剛在西門路 到新都路轉角 人在自家旁邊 雜草橫生 做生地圓的困擾 做生地圓的 今天路過那邊的人 也是一種視野的障礙 你既然要做個立美化 你應該去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這個地方 天門 人家庫長 你就是跟上任 能夠 把這個案子 能夠來完成 已經說滾了 副公所的 跟我們的 冰藏所這邊 是不是有個斷層 多多的聯繫 我們近期看 能不能處理起來 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那個 我們已經 最後一次已經有 會議紀錄已經有出來 會看紀錄出來 現在由 冰藏管理所 我們責任分工完了 就是由冰藏管理所 那上千來民政局 爭取經費 把它開闢成停車場 那這個 經費上如果 市政府這邊 能夠支援的話 簽帳的部分 那冰藏管理所已經完成了 那如果說 我們那天會看的結議就是說 如果有爭議的部分 有爭議的墳墓的話 我們就暫時先保留 把已經做 已經簽帳完的部分 全部處理 那 區公所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我們請府南裡的辦公處 來提出這個任養的同意書 那這一部分 也已經都溝通好了 那 區公所的部分 就是做停車場 那屆時會請這個 冰藏管理所 在申請經費的時候 同時把這些經費 通通納在裡面 那我們由 冰藏管理所負責 整地 跟簽帳 的部分 那區公所是負責 這個任養 以及 就是理辦公處的任養 以及 停車場的施工 區長 雖然你三任沒有多久 一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所以有為的區長 就是 不一樣 這個案子 我們第一個四檔前 就要完成了 不過他一直在停擺 一直在沿地 他踏步 附梯皮球 那今天你很詳細 已經講完了 整個工作流程 工作分配 講得最少 我們也說這個案子 能夠再盡情 能夠把它完成 因為地方困擾非常非常的大 這樣好嗎 全力以赴 跟議員報告我們全力以赴 那我們的科長 宗教生命科長 你的業務 對我們南山公務的開發 非常重要 尤其希望你能夠跟兵站所這邊 我們那天 我們公務委員會我去看 新都路的道路的開闢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在最短時間 就去做處理 整個案子你知道嗎 新都路的開闢 他是15米 15米的都市計畫內的道路 這個是屬於公務局的一個 對我知道啦 但是問題是整個南山公務的開發案 那一天我們的兵站所所長 科長請坐 所長 你在現場說幾句 你怎麼知道 你跟我說南山公務的開發案 你的市場已經停擺了 你是不是在現場有說過這句話 有嗎 發財議員 那個我指的是整體的開發 那但是區域性的開發 現在持續在辦理當中 什麼叫做整體開發 什麼叫做區域性開發 開發的也可以分整體跟區域嗎 是部分嗎 整個案子是一體的 我們三公務多少個可以開發 你所謂的部分跟整體是怎麼處理 那區長 議員做一個說明 我想說 所長的意思是說 我們原地是願望做一份 經濟做一份 這會開發 當初因為整個這樣平國亂 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也是經濟開發 但是是改單性 這部分一個改單 一個改單來處理 好讓局長說完 再給林一元一分鐘 結束 來 局長 那我希望你把整個案子給我們 在我們這一次總執行的過程中 我們會針對這個問題來做一個探討 因為南山公務的規劃案 是我們地方 大家共同一個新生 南山公務的規劃案 不是我南區 不是我東南地區的問題而已 我遠遠說明一下 應該現階段沒有什麼樣 應該沒有所謂的規劃 應該是說我們有階段性的做法 那我們會把階段性的做法 拿過來我們探討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洪玉鳳議員 質詢時間10分鐘 請 謝謝主持 謝謝主持 這個總案 給你扣扣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甘嬤吧 甘嬤 像你要吃的甘嬤 乒乓球 證明我眼球真的有問題 這是我們議會球隊用的 因為議員後面的背景 剛才面還甘嬤熟 那是甘嬤熟的 但是不是甘嬤 那是甘嬤 這個 我們一般叫做球 有時候俗稱叫乒乓球 那這個呢 白色沒有水果 這應該是棒球 棒球 因為剛好我們議會有兩個球隊 一個是做球隊 一個是網球隊 所以我拿來讓局長比較一下 倒球的球更大顆 還是網球的更大顆 網球的更大顆 但是我覺得你在回答 我不知道你剛才跟林美燕議員 回答的是 他那顆是什麼球 他很大顆 好像比那個躲避球還大 比籃球還大 那個球還踢得真大 你們科長說 公文在你的倒上 你說一個議員 要去看你的倒上 沒辦法都已經敗了 這個球太大了啦 總幹 我是說這樣子 每次你看這一個會期 我們很多同仁提到這個經費的問題 我也知道 每次里長拿出的經費 你們都跟他說 你有13萬的 13萬先開好玩 但是 但是我現在要說是這樣啊 人里長的13萬 在年度下還是年齊 的時候已經跟你們報了 報說 我這13萬我今年裡面 對 我要做什麼活動 做什麼活動 做什麼活動 找一個活動 要開幾年開幾年 都已經補給你們公所 甚至也有可能轉給你們民政局 工作計畫跟經費的 那個動資情況 他們都已經做了預算了 你們也都同意了 你那後 你比較鄉鄉 人家現在要經過 辦其他的活動 你說叫人對那13萬開 我覺得這樣子是 對於我們基層很認真的 里長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希望啦 你們要頭靠裡面做一個條件 要讓地方的經費 也不是里長自己拿下桌子 也不是議員拿下桌子 都是讓我們基層的民眾 在在享用的 希望可以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所以你不要考慮到說 你今天是透過張士賢 還是透過楊宇宏來做 這個讓我比較好 我就給他 這個讓我比較不好 我就不要給他 不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都是我們基層民眾的一個 呃 提升生活品質的一個經費 我希望 你是有可能 是要有機會 偏好 欸 更更貫困的人啦 齁 所以 你這次 沒有調整這模 這像我們模式一樣 先抽到賬的 那個不一定大賬 因為那是看守內閣 要贏的 搞不好 那你說 你不接受去中央 你繼續留在地方打拼 欸 那個有一個人很煩惱 叫做顏存佐啊 欸 將來你就是他競爭的對手啊 欸 搞不好你就是那個代理 欸 你遲到來年底的事齁 你就是代理的啊 這樣 你就和顏存佐正面衝突了 更不要說 你有可能比這個領域的顏中頂 所以齁 你也不要跟我們這些議員派 不要跟那些議員派 你要看更遠的 燒更長的 你是要追求大位的人 不然以後 我也可以說 每個代理的那個市長 都跟我們議會 有一個什麼 交集的高證 我可以說 如果是陳中諺出來選的話 我們也會說 欸 以前我們的董事咧 以前我們的董事咧 所以 你要加油 啊不要再跟議員交惡了啦 你自己聽 聽這個會議 大家都在問到那個經費的問題 你也知道那個爭絕在哪裡啦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局長你 呃 擔任民政局長之後 口才訓練的比 民意代表的時候更好 但是有時候你都會睜眼說瞎話 像他剛才你在說 活動中心啦 你說的根本就是天荒夜談啦 要怎麼共同修容啊 那如果議長和社區議事長 兩個有對結過的 那是完到死者 事不兩立的咧 有理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理了咧 你是要怎麼建共同議題 可以來打招 所以我剛才是拜佛玉 透過這樣來 這些議長跟議長 真的騎一塊這個發電 不要去影響到 其他我們利民的這個訴求 那我在想說 因為那個剛剛我們也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你的 包括我們的董事 把你們俄樂市政府很 很欠錢很控管啦 啊其實 那是數字遊戲啦 為什麼會有結語啦 那不是市政府真的欠10幾億咧 那是我們造錢 造比較多 所以我們有 我們有造錢的收入 我們要放在 我們做小的時候 要放在收入裡面 我們今天借50億了 我們花36億了 所以我們就用14億了 不是我們真的 真的有才條欠14億的結語 去讓我們繼續歐白開喔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觀念要正確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這筆收入 那是這筆收入也是借資來的喔 那不是純的喔 那是原來借來花不完的 所以有這個結語 那當然你說要照顧基層 大家都很願意支持 那你還是要在 財政能夠負荷的情況之下 做一個考量 而且要更符合公平正義啦 我們議會也真正幫你提案 我也有連數啊 就是說 那是不是可以比較其他的動機 發給人家二兩千塊的車買費 但是我們連兩百塊都發不出來 不要再說要花到兩千塊 那我現在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極限於 雖然他們這麼辛苦 不過他畢竟是比較少數人 這樣也許他是一個容易值啦 你如果將來車買費 我看你頭上就不要燙了 大小和大家都燙 要來做 哇 你就很難 但是我比較在乎的就是說 我們議會曾經提出來建議 登格勒死亡的這些朋友 我們是不是應該發一個二十萬以上的慰問金 但是市政府給我們的公文 好像都不願意這樣做 你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 公開告訴我們 市政府 市政府 關於登格勒死亡的這些一百十年的 是不是願意 要來發這個委員金 這幾年的時候 這議會其實也有議員關心 你也可以這個議會裡面都有說 因為跟登格勒同屬同一個級別的這個傳染病 太多樣 那這個其實 還是沒人一次死那麼多 沒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數字上有沒有呈現 像以腸病毒來講 或是其他的 像之前前一陣子流感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同屬在同一級的這個傳染病裡面 所以這個必須衛務部就整個傳染病防治法 做一個整體的考量 因為你既然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觀點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你要同等的這個看待 所以這個基於公平正義的部分 還是要有一些就傳染病的這個分級的部分 去做一個整體的思維 好 那現在已經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 都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的520之後 所以我感覺說這個東西 你們是不是有辦法 可以幫他動作一個努力的方向 不然你一直說 如果說他那個層級 衛服部那邊那邊的鑑定 沒有把這個所謂因為團燃病 來過身去這個人 把他放在鑑集裡 所以你們就市政府 沒辦法發這個委員金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救衛服部去救傳染病 他整個這個分級或是分類的部分 引起這一個整體的思維 因為就像是天然災害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可以做討論 這是一個議題 而且是可以來討論的議題 其實我想你們講的 因為你們是執法單位 所以你們要站在法律的立場 但是我們是民意機構 我們願意站在政理的立場 就是說雖然都一樣是可能團燃病來過身去 但是將來不要發生說 建了中台的希望 人所建了這些 那如果說 我常講的 你今天不管是 火燒也好 還是說比較大型的 車禍也受怕 那我們市政府 都會去關心 去發一筆 慰問金 那當然沒有人把你計稿說 今天一定要多少 議會是有建議說 要先救20萬 不過市政府一定不願意做這個工作 因為我們議會也是把這件事情 給他放在慰問的角度上面 不是說要去追究公務人員有沒有失職的問題 我們不願意討論到那麼遠 我們只是要去慰問這樣子的一個家屬 讓他感受到行政單位對他們的關心 不過市政府對這個部分的堅持會讓我們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覺得說你一直講法 但是我們希望中國人的社會是情理法 或者法理琴 你們是法都擺在前面 我們是琴擺在前面 但是事實說 你如果去跟這些家屬接觸到 你真的有法度去體會人家屬心中會痛 因為有可能他是大人 比較多歲 但是也有很多中壯年 他們不是因為 不應該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讓他說回來 不應該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事件來喪失生命 市政府又不願意有一點點物質上面的實質表現的關心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遺憾 我希望說你是市長的主題兵 你應該要跟你的直屬長官 就是你賴市長做一個意見的溝通 我們擺的是慰問的方式 不是說會對救公務人員的 有實質不實質的部分 我希望說 作為地方的白無關 心情要放更看 這些都是你的市民 都是你服務的對象 我希望說 可以用一個具體的委員金 來表代行政黨的關心 好 謝謝 依照我們的議程 早上的會議開到十二點半 所以我們顧算時間就是 是執行到李退治議員 其他的議員下午兩點再開始 那接下來是賴會員議員 質詢時間十分鐘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個我們在現場有三十位 三十七位區長 各位區長 我想本期要那個 就我們活動中心 每一個區裡頭的活動中心 跟大家做一個交換 是不是三十七個區的區長 請你們都站起來 讓你們動一下 認為自己轄區裡頭 活動中心是不足的 請坐下 不足的請坐下 所以你們認為你們都夠了 好 好 那個請坐下 留下後備區長 那個魏區長 那個魏區長 我不好意思跟你 那個討教一個問題 後備區的老化人口 是前四 前四的一個第三名 最多的 北沙多艾 你的老化人口是最多的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活動中心 只有六棟 新營區 新營區 新營區有七棟 列管的 還有沒有包括列管的 所以你覺得你很滿意 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這邊 一個數據包含 不是列管的 一共有十八棟 我們現在講的是合法的 合法的 合法的一共十二棟 合法的十二棟 是 所以你很滿意 合法不合法 你把它加進來 你的老人這麼多 好 區長 請坐 我想在這裡 我要跟民政局長 再來做一個 一個溝通 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老化的城市 在我們台南市 我們的老化人口 已經有二十四萬 就等於是說 超過六十五歲以上 已經有十四萬 接近他人口比例 二十四萬 接近我們的人口比 那個比例要接近十三趴了 其實這是一個 非常老化的一個現象 局長 其實民政局長很大 那管的也很寬 從出生到死亡 都是閨女 那我在這裡就是說 要跟你指證的就是說 37個區裡頭 當然現在的區長都被我們訓練的 敏感度非常高 什麼問題該回答 什麼問題不該回答 那就活動中心的部分 其實本席來看 是遠遠的不足 是遠遠的不足 那我知道 在醫算書裡頭 你有規劃一個區級 就是說一區裡面 有一座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現階段的這個方向 是活動中心的部分 我們比較傾向於 是幾個裡聯合的活動中心的方向 來做推動跟進行 因為我們從 南區是不是有一個九個裡 共用一個活動中心 新畫八個裡 新畫八個裡 對 那你覺得這個效果非常好 我們現在這個八裡活動中心 是在今年年初剛落成啟用 那我們也在看它運作的狀況 我們會來評估 所以還在觀察 還在觀察 那我們之前幾個 兩三個裡的 這樣子聯合活動中心的方式 局長一個區裡頭的多功能活動中心 一座大概扣掉 我們通常土地可能是 到底不用錢 去一座大概 有要錢 這樣去一座大概要多少錢 要看它的土地面積 我們簡單講現階段 我們現階段來算 因為我們這幾年這個營造的成本 我們用一坪八萬塊來算 你用平均數就好了 對對對 用一坪八萬來計算 我們也沒有最大間 也沒有最小間 這樣多少 如果是蓋一間兩百坪的 這個大概就要一千六百萬左右 一千六百萬 蓋一間要一千六百萬 你今年你的區多功能活動中心 你扣多少錢 你知道嗎 誰幫局長回答 我們今年因為 新建的部分是三座 因為我們是配合款 我可以說 你編了三千萬 三千萬起兩棟還不夠 可能有的 它的坪數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奄奄不足 是不是在明年這個預算可以增加 好不好 怎麼會搭配 因為這個預算是浮動的 跟議員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 好 局長你請坐 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殯葬所 所長 所長根據我們台南市回饋 公立殯葬設施的守在地的一個實施辦法的第五條 他說 秉重受我們的區域回饋金的分配 應該是以各區域殯 影響首級還有鄰近的禮為單位 並且已造成影響程度的新更重 我們來分配它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是這樣子 那你認為 你認為就是說 在整個 目前實施的這些殯葬的回饋金 你覺得有合理 因為你是執行的單位 你不是定法的單位 定法是在我們生命事業科裡頭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是問你 就是說 不是你的前責 不是你的前責 你自己說 可是你是執行的單位 你是所長 秉重所的所長 你自己說這樣有合理 有沒有進步的空間 執行是在區公所 執行在區公所 當然我現在就問你說 好 在這個殯葬基金的回饋 有合理嗎 沒有合理 你不要佔用我的時間 不然我繼續讓你滑站 有沒有就好了 你認為有沒有 你沒那麼高義 有啊沒有 這是經過我們民政局 很嚴密的計算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 那個民政局是英明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完全沒有改變的空間了 是不是 好所長你坐下來 謝謝 我想那個生命事業科科長 整個 整個新營殘葬所 它影響首級的一個禮 不是 十點不是只有三個禮而已 絕對不是 是新南 新 新南跟 新南 護鎮 跟那個新北 絕對不會只是這三個禮 我們整個殯葬所在業務上的一個執行的時候 會不會有味道 會不會有味道 當然我們是這個 所有排放的經過 經過那個整個房子的系統 我現在就是在跟你們探討說 這一個回饋基金 有沒有改善的一個機制 對不對 當然你們一定要去維護說 這個基金的一個回饋機制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站在我們議員的立場 很多立場歡迎 不是只有這三個你有影響而已 像三千里立場就跟我說 他說他們甚至會聞到 很奇怪的一個味道 那如果我們用台電的一個回饋的一個機制 我這個是參佐一個 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源開發協助金 執行的要點 他的補助範圍就是電廠的十公里 所以你那邊甚至不到一公里 好來 局長你回應 這個臨幣設施的這個回饋的部分 就殯葬設施回饋的部分 我們是局裡面是把它定出一個制度 比如說它這個是殯儀館 那有殯儀館加火葬場 殯儀館加納古塔等等 或是只有單獨納古塔 我們是將這個部分 就一個制度化的這個制定 所以局長你覺得這個制度化 回饋回去之後 影響所及的範圍 是由我們區公所 各區區公所來去做這個認定 好 局長你坐 新營區長我想請教你 在你的回饋基金裡頭 一百四十七萬 柳營區長三十七萬 區長 新營區長拜託你站起來 然後鹽水區長二十七萬 這些回饋金夠嗎 你們知道那個主席 請再給我一分鐘 那個課長你請坐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我們所有的全市的回饋基金 殯葬的回饋基金有多少錢 一檔裡面我們收到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千七百多萬 所以你們小腳 我們全部的台南市 所長 殯葬所所長 殯葬所所長我想請教你 前市的殯葬所 有幾所 四個所 四個所 四個專區 四個專區 現在我們三個小時候 現在他們三個分手 你總共有一千七百幾萬 一個分一百四十七萬 一個分二十七萬 現在是怎樣 我們這裡的人都那麼小 還是 台南市那邊 在燒的都燒那麼多 是不是這樣子 一個分配方式 當然所長這個不在你的那個範圍之內 局長 在這裡本席 本席要跟你做一個建議 就是整個基金的分配 其實是遠遠的 在我們這三個區 我們是受影響的 我們是分了不夠多 那個三位局長請坐 跟議員說明一下 剛剛的這個談法跟那個 有一點點這個落差 跟議員說明 其實這三個區 因為它的這個 譬如說以新穎來講 它是我們最高級距的 因為它是三種三合一的場館 那所以它的這樣流營也是 局長 不管是二合一還是三合一 因為每一年的回饋金 只是一個功能性而已 不是不是 議員我要跟你說明 光是我們新穎去分配到 147萬就太少了 它的比例 你的整個回饋基金 有1千7百幾萬 太我們新穎去分1百47萬 議員說明 這個部份和比例 好讓局長講完 部份跟支出的部分 之後來去計算 就制度來講 它是比較高的區域 可是它的每一年的額度 每一年的額度會有異動 每一年的額度 會看它的營運狀況 會跟它的營運狀況 會有關係 所以不是說 就單年度來看 而是就每一個年度 它的收入跟支出的部分 來做 局長 我在這裡 還是要再跟你陳述 在還沒有合併以前 我們新營區的一個 冰葬基金 我們能收到6千幾萬 現在你們都收收到回去 我們剩147萬 議員這樣講 不能這樣子來講 因為 你交過去的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局長 新營的部分是在 回饋金是排名第三 要讓議員知道 好 接下來是陳金仲議員 執行時間10分鐘請 好 謝謝主席 我想 從你們的這個報告 其實4頁裡面 看出民政局有關於 辦理本事公立 寶藏設施會會有地方 這個部分裡面有談到 若均以寶藏設施為零 必信之嫌惡設施 也就是說對四龍景觀 以及意識的觀感 影響甚至 為國人 所普遍應惡不能接受 那 我想本期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民政局 在國民路 的殯葬管理所的對面 有一個榮園 我想請問那一棟是什麼 榮園 國民路那邊 國民路在殯葬管理所的對面 國民路殯葬管理所的對面 有很多建築 沒有 就是榮園 應該是中華路 那個是 中華蘭路 中華蘭路 好 中華蘭路 那個是中華蘭路 一樣啦 國民路 對對那個是加油站的旁邊 那個榮園 國民路對面的部分 就是國民路跟那個 中華蘭路 那個殯葬管理所的對面 那個榮園 那個榮園是什麼 榮園是一家這個 殯葬禮儀的公司 它有服務業有這個 這個設施業 那一家是合法嗎 對 它公司是合法的 公司 公司是合法 那個我請所長你回答一下 因為你在那邊可能會 對這個比較清楚 那個榮園 現在是做什麼業務 包括議員喔 他是全國各縣市都有 在台南這邊是 這是他的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 是 辦公大樓裡面可以做殯葬業務嗎 他沒有在聚靈嗎 有 有 他 聚靈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查報他 查報 你們 一年 去年度查報幾件 幾次 我記憶所記 今年來講 原月份有一次 那 現在五月份 五月初的時候也有一次 今年就兩次 一月份跟五月份 各一次 對 那查報後 你們是怎麼處理 它違規怎麼處理 查報給民政局 我們是執行 又是民政局啊 我們不是採處機關 是 給民 我們是查報機關 查報給民政局來查處 採處 請我們民政局來查處 那我請問一下局長 這方面是怎麼處理 查處 它有違規的事實 我們就會 懲處 那 今年 剛才所長有談到 一月份跟五月份 對 像今年度 我們查到違規的部分 我們就 立即 開立罰款給他 看多少錢 依照 我們一次是罰六萬 一次是罰七萬 呃 第一次六萬 第二次七萬 第二次是七萬 所以有增加一萬 是 那一年 那好 104年度 有查處嗎 有一樣 是幾 有幾次 幾次可能要再看 應該有兩次以上 所以 表示 農園你們 它違法 那你們就固定 每一年 給它罰十二萬到十三萬 那就OK囉 經過我們查到 有違規的事實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 依法懲處 那你們是有人檢舉 你們就去查處 或者是 你們固定 有些是檢舉 有些是我們的 固定去查處 如果是固定的話 表示你兩次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連就是 開兩張招待 這樣就OK啊 是這樣的嗎 不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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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它是違法的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法令 可以來做處理 就是 反正就 就罰就好啦 六萬OK 就好啦 連 每一連 就是 就是這樣子罰嗎 我看它 這個沒有影響這個 整個 鄰居的一個 觀感嗎 意識觀感 影響勝聚 市隆的景觀 會不會 還有在 影響到 這個鄰居 的這個部分 OK 吳作為 局長 剛剛已經說明過 只要它有違規的事實 因為它那一棟建築物是合法建築 它那個建築物是合法建築物 好 那看到建築物 我覺得 這個可能裡面要匯相關單位 那那一棟合法建築 我想還是有餘力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覺得 它整個都蓋得抹抹抹 它說它沒有違建嗎 有沒有 你看 那個部分 你看一對頭 從 從中華 南路 蓋到 一整個 全部它的基地都 全部蓋滿 對不對 全部蓋滿 沒有違建嗎 你們要不要 有沒有違建的部分 不是我們來 你們可以不可以 就不要 你們就是你們各管各的 市府是一個團隊啊 它那個部分有沒有 你們可能也要會 那個 公務 公務局 是吧 因為 所有的建築都一樣 我想 這個 是不是有 本席在這裡提出質疑 是 那個部分你們要不要去查一下 會相關單位 有提出來 我們再跟相關單位 我們再來 這個 會上以下 喔 所以 既然 這個違反 這個 殯葬的相關條例嘛 對不對 那 只是就這樣子滑一滑就算了嗎 都是這樣子處理嗎 所以 如果旁邊的人 大家都 都可以全部來蓋一下 作為殯葬的業務 是這樣子的嗎 好 那談到殯葬的業務 這個告一段落 其實目前的殯葬管理手 整個的一個利用率 整個是爆滿 那 這方面的話 我想請問一下 民政局 對這項未來有沒有什麼規劃 來突破 我想從設施的改善 我們整體來講 我們從設施的改善 因為 以這個 剛剛 林遠也有提到的 有關於藍山公墓的部分 我們希望 因為以藍區殯葬館所做的 所在的位置 其實大家也知道 它的庫地已經有限 那建築的部分 跟設施的部分 都是一個固定的 不是 我現在要請問就是說 縣市合併以後 兵葬管理所的整個空間 是嚴重的不足嗎 對不對 嚴重不足的話 你們到底 相關的單位 有沒有提出什麼 我們未來規劃的援緊 要來這方面的突破 我們有準備 我們有準備 在這個 藍山公墓裡面 尋找一個適當的地區 來申請這個 殯葬專區的部分的設置 那這樣子的話 也搭配整個藍山公墓的遷移 等等的計畫 我們有在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藍山公墓的遷移 要在等幾年啊 沒有這個專區的部分 我們只有那個區域 而不是說全面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階段性 逐步在推動的部分 預計幾年以後 能夠實施 因為你真的是 殯葬管理所 我想 所長你知道嘛 對不對 他整個的空間 是嚴重的不足嗎 現在市民的使用 常常都沒辦法擺到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 很多人申請不到 相關的 像 要做殯葬的相關 事宜沒有辦法申請到的 目前和平堂跟李廳 確實有不符實用的現象 很嚴重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要儘快 想出一個對策 到底要怎麼來擴建 或者是要簽到哪裡 而不是把它丟在那裡 去解決 當然這個部分 要解決相當的有難度 但是你們要積極的來進行啊 對不對 那你剛才那個局長 談到說 在 有一個藍山公墓裡面 有一個專區嗎 那個有嗎 其實這個我們希望 也藉著 陳議員在關心這個議題啦 也讓我們的民眾來了解 就是說其實 其實 我們所有的人都會 堂到新好書 是 這個生命禮儀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希望我們大家都會遇到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設施把它規劃好 那以現在的這個規劃跟技術來看 其實包括這個李廳靈堂 包括這個火化的設施等等 我們都可以在一棟的建築裡面 那也不會讓大家覺得 這是一棟冰儀館的這樣的一個型態 現在的這個冰儀館的設施 都可以走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因為過去我們對於這種設施都會把它視為 其實大家都沒有要 這個我了解啦 但是大家都要遇到 所以我們才會考量到說 以這個在南山公墓現行的公墓的地區裡面 來做一個殯葬專區的規劃 這樣子才能去做一些 讓量體各方面來做提升 所以這幾年以後會有成果跑出來 我們這個有一個階段性逐步在推動 那我們現在現階段 我只能跟議員回覆說 我們先將這個區域範圍先擬定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區域範圍的擬定 因為現在這個區域 現在這個區域裡面涵蓋有 因為我們要同時搭配水利局 要做逐溪的改造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 做一些確認 規劃還是 目前我們跟水利局跟杜瓦局 我們都在共同演繹這件事情 好那請我們民政局加把勁 這個規劃是不是能夠快一點 謝謝 好接下來是李退資議員 質詢時間十分鐘請 謝謝主席 局長 我給你一個機會說明一下 如果單純聽剛剛議會同仁的質詢 說這樣請幾萬 我們那邊三個全區你們這裡 那裡南區一區 只有約300幾萬 30幾萬 聽起來當然絕對不說不 verstehen 問題是收入還要扣掉支出 再來回饋對不對 你趕快說明一下 OK 感謝議員 回饋金的精神 我们依照它的设施别 比如说它只是纳谷塔 只是这个礼厅灵堂 或是它是综合性的 我们会把它分出来 因为它的这个 灵弹的影响的程度就不一样 所以以南区 新银 柳银 盐水来讲 它的盈雨的部分是5% 然后设算后乘以105% 它是最高的急剧 所以会依照它的设施影响的状况 那每个设施我们会计算出 那一年度 去年 比如说今年我要合拨 那个回饋金 就是按照前一年度 计算下来的盈雨的状况 就是它的这个支出跟税入之后 盈雨的部分下去 按照刚刚所提到的一个计算公式 来做合拨 那去年整个37区的部分 合拨了1600多万的这个回饋金 那新银的部分是回馈了147万多 那你说它排第三名嘛 那第一名是谁 南区是最多 多少 234万 那第二名是谁 那再来是安定区184万多 所以其实37区里面 有纳谷塔或任何殡葬设施的举手 差不多都有嘛 绝大部分都有 当区都有 只有 东区 北区 安平区没有 四区 东区 北区 安平区没有 其他几乎都有嘛 所以这1000多万 这1000多万是30多区的一本嘛 33区 这样就清楚嘛 所以我们要怎么分的这个制度还是要清楚啦 要清楚 那特别是针对没有错 真正有殡葬设施的 就是集中在我们西北 我们新银流营 盐水这三个区 加上南区嘛 所以本席在这边很诚恳的呼吁啦 局长 你这边要好好规划 中台南 咖喱 咖喱 摩刀 这个部分 有非常大的殡葬设施的需求 所以要尽快的 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中台南这广大的人口 有一个可以比较好的 我最近看到百步 那新北市 台北市 旁边 诶 有很可能的诶 那个 那个 没空 所在堂 拜本堂 庭龄 全部是旁边的大楼 六七八层 还要先从电脑查说 诶 往生者在哪里 然后再搭电梯上去 跟着箭头走 才会找到 啊 一个人这样 那一尾而已 那跟我们这不一样 但是会不会 台南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尽早规划好不好 尽早规划好不好 我们今年就会规划中台南的这个 殡葬设施的部分 那加速推动 好 另外我要请问一个问题 这个已经经过三任局长 本席一直想要问嘛 对不对 也问了很多次啊 他都一直没有 现在 区长 在任一年的举手 请放下 两年的举手 三年的举手 超过五年的举手 超过五年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请放下 从第一任的局长 你们 市政府就有规划了嘛 对不对 区长是重要职务 应该要轮調嘛 区长的部分没有纳入轮調的这个职务里面 冰藏所的櫃台论员都在轮調耶 跟议员说明一下 因为区长的部分是把它视为跟 因为他等于是代表市长在第一线 因为他是市府的排出机关 所以区长的部分我们是把它视为是跟市长的任期 雷同的这样的模式 除非这个整个在因应整体的需要上 区长要小心回答 是 小心回答 因为如果市委跟市长这个同样的话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因应如果有一些需求上的需要 因为你这样子会马上有两个可能的联想 这样区要自治吗 还是说区长是政务官 没有没有 还是区长是政务官 都不是 我想他是对于区长的选拔 都有一定的这个从事务官体系里面 有一定的这个制度在建立 没有错 所以本席从一开始就非常的 因为这个在县市合并对于台南的生态来讲 是有很大的冲击跟变化 那到了第二届 全部都已经是由市长这边来争拔出来的嘛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不管你的平时的考核 还是相关的周边的这些关系的这个状况 其实局长你要好好地做一些深切的考量 毕竟你说他是平常代表市长在每一个区 这个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考量 对 所以好 我来请教一下 平常道路的维护跟路灯的部分 其实是在公所这边吗 有绝大部分是在公务局 那因为各区的状况不同 有一些道路的分配是在地震局跟农业局 我想要先那个我先看一下那个机车道那个部分 我们其实现在新盈跟盐水之间 新盈跟盐水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取缔的重点 我们警察局也长期的要求 新盈跟盐水之间 往来的机车不能直接走那个快车道 一定要走交流道旁边的机车道 结果你看 诶 裸钉 这个是 这不是王建民 也不是那个职棒投手 不是投一修士 所以这个妥善度 让我们资深的 连我们资深的媒体记者都说 晚上晚上站这我心里毛毛的 我们是不是请公所 今天回去之后就请这个 这已经很长期都这样子 今天就赶快去做一些处理 我们希望公所在第一线发现就可以 这路灯你看 这路灯是这个样子 继续看 好 这个杂草 继续看 这个 这个 这样的路况 继续 这样的路况 那个杂草都把那个车道线 限制都掩盖掉了 你怎么能够要求小姐太太欧巴桑 到了晚上的时候 要站这个地方 说一定要站这个机车道 对不 是 江心比心嘛 你自己也有女孩 对不 所以这个部分要叫太太小姐 带着小孩 骑这边一定要往来 这是属于高速公路局的部分 但是不管是隶属高速公路局也好 或是我们市府 相关的局 我会请去公所 下午就马上去了解 然后 我们就主张来协助做处理 是我们心盈和盐水之间 重要的干道 是 重要的干道 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街头 另外一个街头的部分 这些什么东西 这个会不会是公共艺术 会不会是你很 你很怀疑 因为 就没赶上来看 我会有一些话 城市美学是很热门的话题 对不对 我们再多看几张 嘿 因为这个牌子 如果照市区议员的问法 有的都比较辛辣 那门口採这个牌子 有的人就说这是什么 可能金银財报吧 是金银財报 好 我们继续多看几张 这个晚上还会变 还会有七彩灯光变化 你如果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城市美学 这个街头公共艺术 我想要更严重 这个美学其实不是见仁见智 这个跟科匹跟什么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美学 是确实是需要 需要提升 不断地培养起来 是 那应该我们从孩子 这个学龄前开始 到这个迈入小学的阶段 其实我们都应该 在这个城市里面 不断地培养我们孩子的 这都是他周遭嘛 对不对 所以他周遭身处的 其实我对我们局里面的同仁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学习工作之中 也学习这个 包含 修剪路数 对不 对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像庄区长 还没有到任之前 那个整个案内堂场 头巾那两排 全部都被断 整个都被 都被这个蓝窑斩断 那个 这么粗的菩提树 再给他一分钟 所以我们不只是这个城市美学 还包含到整个对于环保 对于生态 对于整个永续的观念 这个都需要 各位37区的区长 你们都是在前面的这个前锋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不管是成立一个小组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从修剪行道数到这种街头的 如同局长说 你不确定它是不是公共艺术 未来这样的东西 如果要再出现在公共空间里面的时候 要有一个制度 或者说要有一个 能够让大家认同的一个方式 来让它呈现 才能够让我们整个台南更漂亮 是 感谢 好 早上议程到此结束 下午2点继续开会